第203章 山霄觅石 此刻天色已近黄昏 加上这条小道绕过山壁后隐藏起来 这只脑袋就像是从山壁内探出来的一样 在模糊的视线内显得特别诡异圣人 吓了我们大家伙一跳 龙东立刻从包里掏出了一张符 他的三个师弟外加小滚刀 一块站起身 龙东大声喝道 什么妖孽 快现身出来 我不是妖孽 我是马虎村的刘二魔 这人说着 大半个身子从那边探出来了 原来是个人 大家伙松了口气 不过 这人胆子够大的 怎么敢从这么窄的小道上走过来 龙东收起皇符 叫他过来 他现在用上陕西口音 那人听到是本地人 才放心地一步步沿着绝壁小道走到跟前 我们大家都看得惊心动魄 为他捏了把冷汗 这刘二魔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 背上挂着一只自制的铁管猎枪 腰上挂着一只军用水壶 面相看上去很憨厚 他坐下来 抹了把头上汗珠 喝了几口水 跟我们说 上山来找白头鼠的 结果找了整整一天 发现了踪迹 但最后没逮到 看到天晚要下山回家 白头鼠 还是头一次听说 这是当地一种稀奇动物 跟老鼠形状差相仿佛 只不过个头稍大一些 因为头上有白毛 所以称为白头鼠 常年居于山顶高处 这种东西 传说可治疗绝症 尤其是癌症 将白头鼠熬汤喝了三天后 立马病愈 听着够神奇的 全世界顶尖医学家 攻克了那么多年癌症都没效果 一碗老鼠汤就给治愈了 白头鼠在当地来说 不亚于一箭奇针一宝 小滚刀眼珠又放蓝光了 问他 白头鼠在上面什么地方 现在藏在哪了 刘二摩说 那小玩意机灵得很 比老鼠跑得都快 当他看到时 小玩意钻入一个小洞里头 怎么都不肯出来了 龙东皱眉问他 这条小道绕过去 就有通往山上的路径吗 刘二摩点点头 这条小道是通往山顶的必经之路 要绕过几乎半个山深 才到了山爱口 再往上就安全多了 说着话天拳黑下来 刘二摩起身要下山 却被龙东拦住 说出钱 让他当向导 带我们上去 我乐个叉叉 这混蛋疯了 这么险的绝壁小道 晚上走过去 那不是拿小命开玩笑吗 我 大嘴容和萧影都不同意 龙东还是那句话 怕死得赶紧下山 他骂的 我们被这条疯狗给咬中素子 无话可说 那就接着上吧 反正哥们 有死小妞在身上 比他乖乖龙的冬冒险有把握 叫醒死小妞 做好应付危险的准备 刘二摩走这种山道 细为常 龙东开出两千块的带路费 他何乐而不为 当下拿出手电 首先贴着石壁踏上小道 转过弯去了 龙东师兄弟五个跟在后面 然后是谢称 我让曲员跟着自己 万一遇到危险 我能及时出手相救 大家比走钢丝还要害怕 太险了 比我们上次在龙头山所遇到的险状 还要险上七八分 身后是直立的山壁 整个后背要紧紧贴住 脚下是半步半步的往左移动 不能稍有差错 身体一旦失去平衡 便可以尝试一下 做滑翔机的滋味 好在夜里走这种山道 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下面一片漆黑 看不到下面有多深 心理上便没那么害怕 我们十个人 一个挨一个往前 跟蜗牛一样一动 全都胆战心惊 大气不敢出一口 十个人当中 唯独屈原没经历过这种艰险 在手电光下 脸色都下白了 明显看到裤脚不住颤抖 不过这丫头挺坚强 咬着牙在坚持 我心说 龙东这王八蛋 完全是没事闲得蛋疼 找心理 刺激来了 哥们身上有个死小妞 此刻都吓得双腿发软 不信他们几个会那么镇定 走到一半时 最前头的刘二摩忽然停下 跟着前面几个人 小声传递信息 要等一会儿再走 我感到纳闷 干嘛要停住 遇到什么情况了 果然我前面的谢称 又小声传话 说 这会儿山霄出来觅食 正好从前头经过 大家谁都不许出声 山霄便不会来找我们麻烦 我一愣 山霄觅什么食 不吃人吗 死小妞这时嘲笑道 你们这帮二货 夜里爬这么险峻的高山 知不知道山里的精怪 都住在最险 最不容易让人发现的地方 山霄出来觅食是有规矩的 他们一般不吃生人 只吃那些小精怪 一旦发现生人看到他们 就会不顾一切过来袭击 连皮带骨吞下去 哥们听得毛骨悚然 全身毛发根根树立 现在也不敢说话了 一时四周静得出奇 但砰砰心跳声 却听得非常清晰 此时一阵山风吹过来 发觉全身被汗水湿透了 接下来一阵漫长的等待 简直是一种煎熬 大概过了二十多分钟 前头传话可以走了 我们又开始往前蜗牛移动 经过大半个小时的时间 终于有惊无险地走过了这段 让人一辈子铭心刻骨的凶险旅途 小到镜头右转 是一个狭窄的爱口 仅容一个人通过 过了爱口便是宽阔的斜坡 我站在爱口里侧将屈原拉进来 然后接着去拉萧颖 结果这丫头好像没瞧见似的 伸手在石头上一按 飞身跃进来 没给哥们面子 大嘴容过来后 跟我在耳朵边小声嘀咕 你闯祸了 萧颖很生气 说完往前走了 我愣愣看着他们背影 摸不着头脑 哥们闯什么祸了 转到此处 山坡尽管陡峭 但勉强可以攀登 十个人有五六只手电筒 但在漆黑的山里 这些光束却显得那么微弱和渺小 往上爬了一会儿后 上头又传下消息 山霄密实归来 全都关闭手电 趴在山坡上 不许煽动 你大爷不开花 这儿有山霄 咱们还往上爬个毛线啊 虽然都不怕鬼邪 但在这么险的山坡上 动手除妖 却是个问题稍意不慎 会是跟山霄同归于尽的下场 可是龙东这条疯狗 一定不会放弃 哥们就别发牢骚了 山霄哥们还只是听说 从来没见过 很想看看 这玩意长什么模样 山海经理记载 这玩意是南方一种 像巨人一样的怪兽 人面长臂 黑身有毛 但在现实中 是非洲一种动物 类似于沸沸那种模样 突然身边刮起一阵阴冷的山风 我心说 肯定是山霄回来了 忍不住好奇抬起头 还没看到任何东西 死小妞却差异地说道 咦 这不是山霄 是山魅精 第204章 山魅精 啥是山魅精啊 不是山魅子成精了吧 我这么一说 死小妞立刻骂了句没正经 这山魅精 是山中阴木养出来的一种妖邪 但不属于木精 也不属于恶鬼 极有可能是山中古墓中棺材板上的阴气 所凝聚的一种精气 这种品种是很罕见的 因为不是所有棺材板都能养出来 那要看墓地有无煞气 墓主人死后 尸体是否腐烂 棺材入墓时 有否出现过意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独木很难养魅精 一口棺材没那么大的邪气 这种东西由于罕见 所以世人都不太清楚她的脾性 死小妞只是在毛山秘书中 见到简单的描述 也不知她厉不厉害 或是否凶残暴力 山风越来越大 冰冷刺骨 有种三九严冬的寒意 并且风势凶猛 让我们全都紧紧攀住石缝 唯恐被刮下山坡 我抬头瞧了一眼 远远看到两点绿芒 在黑暗中若隐若现 颇为诡秘甚人 我忍不住孤独吞了口口水 心想 但凡这种鬼精邪气 肯定都长着一对夜眼 这玩意登高望远 不可能发现不了我们啊 我们在冷风中 足足趴了几分钟 风势逐渐减弱 远处那对绿芒消失不见 龙东呼地喘出一口粗气说 山坡走了 我们接着上山吧 这时候 屈原又冷又怕 几乎畏缩在 我身上说 我不敢再往上爬了 咱们还是回去吧 谢臣趁机附和 东哥 你看山上有山坡 我们倒没什么 带着两个妹子呢 咱们是不是明天再来 好 你们都回去吧 我们弟兄 四个上去看看 龙东非常臭屁地说了一句 挥手带着撒尸弟 继续往上爬 带路的刘二摩 现在也吓坏了 嘴巴哆嗦道 各位兄弟 今晚山坡来回这么速度 我看不太正常 咱们还是回去吧 龙东冷笑道 我十八岁那年 就开始捉山坡了 这种东西不足为据 快走 不然我把你丢进山坡老巢内 靠 这小子竟然威胁刘二摩 哥们看不过眼了 网上爬了一步说 那不是山坡 那是山妹精 最好还是回去 山妹精 龙东这王八蛋 居然笑了 是嘲笑 我长这么大 还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你赶紧下山吧 说到最后 这王八蛋一瞪眼 看样子 我要不是小滚刀的朋友 肯定一脚 被踹下山崖 师兄 王林懂得挺多 咱们还是听他一次吧 小滚刀此刻插嘴说道 小刀 你跟着他们下去吧 师父交代过 今天最好找到东西 咱们只是为了酬金 没必要多好时间 龙东还是不敢得罪 小滚刀的 口气缓和了很多 他说的好听 现在这种情况 我看他有心 自己找到宝藏 要多吞一点 否则胃毛 要把找宝藏的 正主赶下山 虽说他们算是江湖人 讲究江湖规矩 不会黑了雇主的财物 但雇主不在场 怎么知道 里面少了多少东西 萧颖这事突然开口 那就别浪费时间 赶紧上吧 呃 这丫头 这丫头 哪根筋搭错了 你不帮我说话 居然帮对方气我 好吧 他们开始上山了 就算有大嘴绒和小滚刀护着他 我也是不放心的 硬着头皮上吧 萧颖这次冲到了前面 跟小滚刀一起往上爬 大嘴绒在后头 有意无意地笑道 有人闯祸了 插 分明是说给我听的 回头瞪他一眼 心说闯得毛祸呀 刘二摩怕了龙东这副凶样 不敢再提回去 战战兢兢地在前头带路 这人对山上地形很熟悉 哪里有路 哪里有坑了如指掌 顺利带我们攀到风顶下 再往上是真没路了 刘二摩说 十五年前 这本来还是一个圆形的山峰 攀着石缝 勉强能到山顶上 可是后来一场雷暴 竟然将山头上下削尖 就像一个四边棱形大石头 插在山腹上一样 我们不需要上山顶 按照图纸上的红点 就在这个部位 当下让刘二摩说说 这个地方有什么可疑之处没有 他喝了几口水说 这光秃秃的寸草不生 没啥可疑的地方 要说可疑 就是白头鼠钻的那个洞 这片山石非常坚硬 缝隙又不大 可是这个白头鼠 竟然能在石头上 硬生生地钻出一个洞来 让他疑惑不解 龙东让他带路 找到白头鼠藏身的洞口 我们几只手电筒 全部罩在上面 洞口不大 大概半尺的直径 但却显得挺诡异 这么坚硬的石头 除非用电钻之类的工具 否则是挖不动的 而这个白头鼠 居然在上面吗 打开一个洞口 的确让人匪夷所思 小滚刀拿手电 往洞里照了照 里面很深 灯光找不到尽头 不过我却发现了一个情况 才要开口跟死小妞探讨一下 她倒是先开口了 这个洞里面宽阔 看样子大有文章 这个洞口 应该是专门流出的通气孔 我猜测 里面曾经住过人 那你的意思 这不是入口 我问 当然了 你怎么学的风水 不看这个地方 属死门吗 无论洋宅音学 都不适宜再次开口 死小妞 一余点醒梦中人 让他们这群饭桶 在这研究老鼠洞吧 哥们站起身 走到一块拱石上 查看四处地形 和九宫方位 越看越激动 这是一个极好的风水宝地 并不是有龙脉风水 才是上家的 用最初原始道家理论来相抵 有时能看出 比龙脉还要绝佳的好地方 这座山原有的原形山峰 可称为无极 大道无形 生育天地 大道无情 运行日月 大道无明 掌养万物 而无极生太极 下面山间被山峰一分为二 可是座太极 故而生两仪 好地方啊 按照环环相生到八卦九宫 正好就是眼前的局势了 脚下这块拱石 按照八卦九宫排列 在奇门中为伤门 那再往前便是声门 入口一定在那儿 哥们兴奋地从石头上跳下来 快步走过去 准确找到声门中心位置 可是看到全势坚硬的石壁后 顿时一腔欢喜 化为乌有 死小妞笑道 傻了吧 不用灰心 这就是入口 但我就是不告诉你 怎么进去 为什么 因为你跟屈原这丫头太亲热了 我看了都吃错 第205章 四门 我现在才明白过来 大嘴戎所说闯祸了 可能也是指这件事 我跟屈原很亲热吗 哥们自己不觉得 我们连手都没拉过 这也叫亲热 再说 还你们啥事了 哥都这么大了 追个妞 你们吃哪门子干错 少废话 快跟我说 怎么打开入口 我没好气地 跟死小妞说 哈 你现在脾气越来越大 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死小妞挺生气 我有这心 但我有这种胆吗 哥们这大喘气的话 让死小妞转称为喜 扑斥笑了一声说 晾你也不敢 你仔细看看脚下石头 有没有发现什么 其实我早从断裂的石面上猜想过 被裂缝分割成一块块的大石 或许其中就有一块封堵着入口 可是这玩意太重了 最小的一块 怕也有几百斤重 我们没带撬杠一类工具 根本挖不出来 我也猜到 入口在某一块大石下面 问题是怎么才能打开 我挠头说 笨蛋 你再仔细看啊 这片乱石 其实是按照奇门九宫布置的 虽然杂乱无章 但却有迹可循 首先确定 此处是生门 以巧翻八卦 来敲定准确方位 再按照八卦所属位置 来划定九宫阁 得出哪块石头下面是入口 死小妞又不厌其烦地说了一大堆 这我听懂了 虽然没带罗盘 也无法用巧翻八卦方式 测定准确位置 但用目测的方式 大概看出 杂乱的断裂石缝 分割出九块大小差不多的石头 均匀分布在眼前 目前我就站在九宫阁中央 往下一步便是砍一宫 生门所在 大吉大利的方位 我往下走了一步 用力踩踩 太结实了 我们十个人全部站上去 也不可能压他 我又挠头说 你绕来绕去 始终没跟我说 怎么打开入口 哎 真服了你 我不是教过你 到家一种九宫阵奇术吗 哥们顿时眼前一亮 把这个忘了 九宫阵奇术 是一种类似于 现在开密码所的意思 确定生门后 再找四级方位 按照顺序逐一踩过 再按照阴阳盾术 配合八卦方位 排布阳顺阴逆 在九宫阁内 踩踏连城阴盾九局 和阳盾八局 那这个九宫密码所 就算打开 就跟连连看一样 非常繁复 踩错一步 要重新从头来过 我记性再好 这么复杂的变数 也不可能记得准确无误 死小妞发号施令 我下脚去踩方位 他们都在那边 蹲着研究老鼠洞 没人理我在这干嘛 只有屈原好奇地走过来 见我跳来跳去 笑道 王林 你这是在跳舞 还是跳大神呢 哥们眨巴眨巴眼 连连看 屈原可不知道 我说的是实话 被逗得格格笑个不停 上前一步要拉住我 正巧此刻阳盾八局 最后一步完成 而屈原 恰巧走上升门位 咔的一声 升门位这块石头瞬间坠落 带着屈原 迅速落入深不见底的黑洞里 这下把我吓坏了 惊叫一声 拿着手电往下照看 大家伙听到声音 全都跑过来 发现这出了一个四尺剑方的洞口 各自欣喜不已 但听说屈原掉下去了 便乱成一锅粥 我拿的手电是去往绝户债时 买的强光手电 照射下去 洞底情况看得很清楚 洞底距离洞口大约三米高 大石上掉了铁锁 一看就明白是有人坐的机关 解开九弓密码之后 这块石头便会被铁锁放下去 屈原可能是吓呆了 坐在大石上缩成一团 一动不动 我跟谢陈喊了他一声 这丫头也不说话 而是转头看着左侧黑暗 面露惊恐深色 我心说不好 把手电交给身旁的大嘴容 就要跳下去 正在这时 死小妞忽然说山魅精出现 跟着就看到在手电光芒中 一条淡淡的黑气 将屈原缠住 闪电般地拖下石头 瞬即卷入左侧黑暗中 不见了踪影 速度太快了 到现在 我们才各自发出一声惊呼 我第一个跳下去 首先拿出一张金光符举在手上 谢陈跟着跳下来后 大嘴容把手电丢给我 往左侧照了照 是一扇朱漆大门 紧紧关闭着 谢陈直接奔过去 被我一把扯住 跟他说 先别急 当心有机关 这小子立马停住脚步 我再回头照看一下四周 咔 哥们不由愣住了 竟然身后左右 各有一扇朱漆大门 这时候 龙东师兄弟五个 跟刘二摩跳下来 接着是大嘴容和萧影 他们看到这种情形 也都愕然正住 出现四个门口 这也太离谱了 难不成又是一处迷宫 白头说 刘二摩指着正前方一扇大门 惊喜地叫道 然后飞快跑过去 我们转过头 却什么都没看到 这时 刘二摩已经推开这扇门 跑进去了 其实到这儿 他这个向导没什么用了 但哥们担心 他进门会触动机关 遭遇不测急忙叫道 快回来 刘二摩见到白头鼠 比见到 轻爹都要轻 哪肯听我的 一溜烟就跑没影了 瞬间连手电光 也消失在漆黑深处 靠 这小子纯属添乱 先不说此地是不是藏宝之处 里面可是有只山魅精 并且出现四个门口迷宫一样的布局 可谓凶险重重 屈原已经被抓走 这小子又从另一个门口进去 让我们顾此失彼 乱中加添乱 我和小滚刀提一分头寻找 我们五个找屈原 让龙东他们 四个去追流二摩 哪知龙东冷哼一声说 你凭什么指挥我们 我看这个布局是四项局 屈原为阴灵抓进白虎门 此处肯定已化为丧门白虎局 凶险万分 是不能再进了 流二摩锁进南方朱雀门 与此地阴气相冲 也有危险 我们打算进北方玄武门 玄归水与阴气不犯 应该是吉门 说完挥挥手 走向正北了 我们全都愣住 他这是摆明了 不管两个人死活 墓地直奔宝藏去的 可是哥们愤怒之余 忽然就笑了 龙东无非是个绣花枕头 草包一个 不管这儿是不是四项局 就说洞口下面的地形 东南西三个方向都深入山腹 只有北方是山坡 几乎没什么空间 搞不好试扇假门 开门就是石壁 小滚刀也劝不住 龙西 龙南和龙北 对大师兄唯命是从 跟着走到北门跟前 龙东拔出桃木剑 将大门轻轻捅开 等了片刻 不见有异常 才拿手电往里照了一下 结果全都移的一声 表情看上去很惊讶 第206章 九口棺材 我们好奇地跑过去 看看里面到底什么情况 发现大门内 果然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空间不大 对面就是斜长的石壁 但有一条斜洞 却随着石壁往下延伸而去 洞口大约有一米五的直径 洞壁打磨得很光滑 显然是人为打造的洞穴 手电光照射进去 压根看不到底 黑漆漆地往外冒着一缕缕寒气 透着一股紫阴森诡异的气息 这条洞看不出多深 谁心里都清楚 下面不知道潜藏着什么危险 龙东脸色极为难看 他言之凿凿 这地方是个急门 如果不进去 那就是打自己的脸 如果进去 我估计 他也没这个胆子 尽管玩了很多年鬼魂 可是万一下面要是住着一只野兽呢 这倒让哥们心里舒坦了 我让你狂 狂没好处 看你个王八蛋怎么办 当下一甩头 带着大家伙 回到正西门口外 大嘴戎刚才已经仔细查看过地上泥土 以及大门的情形 说这不是古墓 没人会将墓穴建成这种格局的 再说按照大门的气势来看 如果是墓门 必定是一位将相级别以上的主 这么尊贵的身份 墓门外总得有雀 或是石碑吧 再说 出口用九宫镇来布置 可以让人出入 更说明不是坟墓 从古到今 一旦下葬后 墓门便会被封死 怎么可能让后人随便进出 再从四门相对的格局上看 这应该是一处埋藏宝物 或是工人隐居的处所 小滚刀切了一声说 反正我们不懂 你爱怎么瞎掰 就怎么瞎掰吧 萧颖看了大家火一眼说 不管是不是古墓 咱们就人要紧 事不宜迟 先进去看看吧 对对 进去看看 谢臣比我都急 死小妞此刻跟我说 这里看布局 虽然不像古墓 但里面绝对有棺材 尤其是西门之内 山魅京就住在这里头 我猜棺材应该不少 肯定也少不了野鬼和粽子 还是先做防范吧 大嘴蓉挺起石弓锥 要去捅门 我叫住他 咬破手指 在个人额头上点了一下 再做了顿自觉 这会儿回头看到龙东师兄弟四个 又跑到东门那边了 显然这条洞是不敢进去 龙东这王八蛋 自己打了自己的嘴 随着石弓锥箱底 左侧这扇门之哑哑 发出沉重的声音 向内慢慢打开 听到这种声响 哥们心底就冒凉气 经历这种声音太多次了 每次都是凶险重重 差点丢了老命 大家伙几乎都平凝了呼吸 拿手电照相里面 逐渐揭开这扇门后的神秘面纱 大门似乎很多年没打开过了 从里面飘出一股浓重的眉府气味 两把手电撕开黑幕 后继的尘土上 出现两排脚印和一行脱形的痕迹 顺着脚印往前看 一堆堆白骨 排列有序地摆放在地上 在黑暗中显得触目惊心 脚印可能是以前有人进来过 而脱形的痕迹 不用说是屈原留下的 大门打开一条足够近人的宽度停下 大嘴容手先进去 我们四个在后面鱼灌而入 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 不忘回头看了一眼龙东他们 这时他们四个也进了东门 哥们心里咒他们遇到一只极品女鬼 把他们全都XXO了 哈 两只手电来回交叉扫描 深处的情形基本上能够看得大概 动视空间很大 中间还有几根石柱做支撑 地上一堆堆白骨并不是人的遗骸 从形状上看是动物的尸骨 再往前便看到了一排棺材 靠 有九口之多 在前面一字排开 将整个洞室一分为二 散发出无比诡异的气息 大嘴容皱眉道 草他爷爷的 老子怎么还是猜错了 是个牧师 你什么时候猜对过 小滚刀趁机出言讽刺 萧颖看着地上的动物尸骨 回头跟我对望一眼 这是自从遇到屈原之后 首次主动正是哥们 他的心意我明白 因为对于古代墓葬我们还是一点的了解 这些动物尸骨应该是宰杀之后祭祀亡灵所用的 但一般不会出现在墓室内 显得有点奇怪 谢称往前探长脑袋 最后没看到屈原 焦急地说怎么远远不在这里 我比他还急呢 整个洞室内除了棺材和地上白骨外 没其他东西了 不过我们可以寻着脱痕寻找 但手电聚集在地面上 发现那条长长的脱痕 到了一幅棺材跟前停止 左属第三口 我们心头咯噔一下 山贝金把人给封进棺材里了 对了 这死玩意呢 死小妞倒是嗅到了她的气味 只是一时找不到她的准确方位 这种铲于棺木上的死玩意 太过神秘 她到底有什么样的厉害之处 死小妞也不清楚 谢称张大嘴巴才要说什么 我嘘了一声 跟大家又递个眼色 示意不要再开口了 山贝金此刻是无处不在 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让大家伙打起精神 做好警惕 然后一步步往前走过去 绕过一堆堆白骨 个人都显得非常谨慎小心 好像唯恐踩到地雷一样紧张 萧颖从小滚到一侧走出来 跟我并肩往前走 指着地面上的脚印弩弩嘴 我点点头 明白她想说什么 这脚印看起来并不是心狠 因为从尘土覆盖的情形上看 应该有很多年了 虽然是两排 但可以从脚尖方向确认 是一个人走进去 又走回来的样子 而这两排脚印终点和起点 竟然都在左属第三口棺材跟前 这让我们对第三口棺材里的主人 感到非常好奇 不过可以确定一点 当时这个人是活着走出去了 好像棺材里的主 只不过是一具枯骨 提心吊胆地走到棺材前面 没发生任何情况 我们都松了口气 全都聚在第三口棺材前 看到棺材板腐蚀得很厉害 尤其大面积剥落 斑驳不堪 而封棺钉早已不在 可能被地上神秘脚印的主人所拔掉 当年开启了这口棺材 大嘴蓉抬头跟我们交流一个眼神 左手抓出一把糯米 交给身边的小滚刀 小滚刀也点上了三七度浑灯 大嘴蓉将石弓锥插入棺材缝隙内 由于没了棺材钉 很容易将棺材撬起来 移开一条缝子 小滚刀一把糯米撒进去 随即举起镀魂灯 往里面照看 第207章 全是粽子 我们大家此刻心情非常紧张 一颗心都悬到嗓子眼 我们不担心里面有粽子 或是山魅精躲在里头 而是怕会看到屈原的尸体 当大嘴蓉又挪了一下 将棺材打开三分之一后 棺中情形基本上能看得一清二楚 你大爷不开花的 怎么会这样 我们全都翘了辫子 棺材里躺着一个人 活生生的 竟然不是屈原 而是泄尘 这小子还眨巴着眼睛 迷茫地瞧着我们 顿时 哥们全身上下汗毛竖立起来 全都转头 看向身边的泄尘 这要玩真假 美猴王咋地 身边的泄尘 迎着我们目光 突然咧嘴一笑 笑容相当诡异 这下大家伙立刻明白了 跟在我们身边的这小子 是个假的 不知不觉当中 被山魅精做了手脚 把人换走 连死小妞都没察觉出来 妈的 敢跟小爷耍花枪 小滚刀一边骂 一边挑起灯笼 捏绝念咒 大嘴绒刷地朝谢称身上 撒了一把糯米 大喝一声 抡起石弓锥 砸向她的脑门 萧颖也没闲着 伸手扭住她的手腕 我才往口袋里掏服 死小妞叫道 这个是真的 不可能吧 我愣了一下停住手 但萧颖已经把谢称手腕 反备到背脊上 痛得这小子弯腰大叫 大嘴绒的石弓追于是 就没砸在脑门上 而是敲在她的脖梗上 尽管没砸中要害 但也砸得不轻 让这小子咕咚一声 趴在地上 但手腕还被萧颖提着 像杀猪一样 惨好起来 哎呦 快放开她 这是真谢称 我慌忙拦开大嘴绒第二下袭击 死小妞很生气地说 这个死精怪 把我们都耍了 再看棺材 我回头一看 靠 这不就是屈原 在里面吗 这丫头 睁着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珠 一脸神秘的笑容 让哥们感觉 极不对劲 这时死小妞又懊恼地说 这好像也不是曲原 死精怪太厉害了 连我都给搞迷糊了 大嘴绒 小滚刀 和萧颖剑 我看向棺材 于是也都转过头 一口同声叫道 怎么是亡灵 我乐个叉叉 怎么跟我看到的还不一样 你们不会把我当成假的 要下毒手吧 果然 他们都把目光 移到我脸上 萧颖放开了泄尘 这小子 捂着脖梗 还在哼哼唧唧 不住身影 但他看了一眼棺材里 瞪眼道 不会吧 怎么是只狗 这句又把大家伙 目光牵引回去 我依旧看到的是曲原 他们看的 还是哥们我 这肯定是死完毅 在调戏我们 于是跟大家伙说 不管谁真谁假 先把人弄出来再说 谢称摇摇头 是只狗 看上去挺凶的 萧颖扑哧笑了 王林不凶啊 我插 你们把我当狗了 哥们气得伸手探入棺材 抓住曲原的手臂 就要拉出来 谁知双手攥了一把空气 曲原奇异消失 露出了棺材底 有一张黄色的圆形纸钱 清晰出现在视线内 看到这玩意 当时我就到吸口凉气 这看上去像纸钱 但却有很大不同 因为内心镂空形状 不是四角棱形 而是像一个北斗星 又像是一把锥子 刺着一种古怪的弯曲物体 这便是在地宫见到的奇形符号 是鬼王当年炼鬼时的咒符 难道鬼王当年来过这里 这只山魅精是他搞出来的玩意 正想着就听小滚刀叫道 你们看洞顶 我立刻抬起头 只见一只血肉模糊的东西 吸附在洞顶上 看着像是一个被包了皮的人 正在舔着舌头盯着我们 粽子 大嘴蓉惊叫一声 举手就要往上甩尸攻追 死小妞叫道 助手 哥们心知有意 立马一把攥住她的手腕 只听死小妞接着说道 那似乎是屈原 我也看不太清楚 反正不是粽子 先不要乱来 你干嘛要拦着我 大嘴蓉不高兴地喝道 屈原在上面 你看花眼了吧 小滚刀将三气镀魂灯 高举过顶 捏个法绝 又念咒语 死小妞说 死精怪源于棺木 就用棺木来反制她 从棺材板上 弄点木屑烧了看看 我急忙放开大嘴蓉 抓住棺盖腐蚀的一角 扯下点碎木片 拿出打火机点燃了 然后按照死小妞的胶带 用力往上一抛 挤点火星子洒上去 立刻眼前的景象变了模样 那团血肉模糊的东西不见了 便成了紧闭眼睛的取缘 说也奇怪 她脸朝下 后背紧紧贴在洞顶上 居然不掉下来 其实也没啥奇怪的 那无非是山魅精搞的鬼 这把棺木火一烧 破了她的邪气 取缘立马坠落 谢春和大嘴蓉 同时伸手把她接住 一探呼吸 人还活着 只不过是昏迷过去了 死小妞虚口气说 还好我聪明 这把火把死精怪烧跑了 现在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 插 死丫头道不谦虚 自己夸上自己了 救了取缘大家伙挺高兴 谢春悲起她 赶紧要退出这个诡异的地方 哪知刚回过头 看到前方大门 随着支哑哑一阵门轴沉重的转动声 咣当一声关闭 与此同时 背后发出咔咔咔一片乱响 听了这声音 哥们头皮都抹了 我们各自脸上变色 又转回身去 只见出了第三口棺材 其他棺材随着咔咔声响 出现了震战情形 很明显 里面的主人在做早操 不好 大嘴容易对大眼珠 瞪得比自己嘴巴还大 这里面全都是粽子 我们得赶快跑出去 跑个毛线啊 大门被关闭 我们怕是出不去了 谢春哭着脸说 小滚刀转身提着灯笼 冲大门跑过去 大声叫道 我就不信 这儿比绝户债还他妈可怕 他这三七度浑灯 在这儿压根没起作用 严重怀疑 什么祖传的宝贝是水货 咔啦啦 就在这时 八口震动不停的棺材上 棺材横飞 有两块冲着我们飞过来 吓得大家朝四周滚倒 棺材擦着头皮子 撞到对面石壁上 咔嚓散落一地 我们几个心惊肉跳地趴在地上 看到从八口棺材里 骑刷刷地 各自挺立一具僵尸 身穿一袭白袍 劈头散发 全是女尸 第208章 古诗 女尸我们见过不少了 可是这种模样的 还是头一次见 并不是服饰的问题 而是脸孔上只有两只眼睛 没有鼻子和嘴巴 并且脸色煞白 就像一只鸡蛋壳上 画了一对眼珠子 特别诡异 要不是胸脯高耸 还真看不出是女尸 这种模样 恐怕大嘴容都没见过 这小子趴在地上 一脸的错愕 死小妞吃惊地说 不会吧 这是什么僵尸 鼻子和嘴巴呢 你问谁呢 我正想问你 当下哥们一咕噜 从地上爬起来 跟大家伙交道 快跑吧 他们几个人这才反应过来 一个个飞快起身 萧颖帮着谢称 浮起了昏迷不醒的屈原 再帮他附在背上 此刻小滚刀已经跑到了门口 用力推了一把 门没推开 大声咒骂 你妈的 这门只能从里开 但里面连个把手都没有 他还没说完 八只粽子相继跳出棺材 哒哒哒 发出一阵整齐 而又富有节奏的落地声 显然版版的 这是古诗 大嘴容倒退着步子 瞪大一对眼珠中 写满了金句 我一边跟萧颖护着谢称往后退 一边回头 看着八个吓人的玩意说 是古诗 你太英明了 小滚刀听到后 当然不识时机的出口讥讽道 还古诗呢 拜托 这是被下了鼓的僵尸 在僵尸所有种类里 是十分诡秘的一种 大嘴容刚说到这儿 八只死粽子 眼珠齐刷刷地盯上我们 一起跳起来 这次动作整齐 就像经过专业训练似的 搭落地 就像一只粽子发出的声音 落地马上再次弹起 又往前跳了一步 怎么鬼秘法 萧颖颤声问 这种僵尸受蛊虫控制 千万不能接触 一旦触及 蛊虫会立刻侵入生人体中 将人迅速化为一只僵尸 大嘴容惊恐地说道 靠 这玩意比僵尸尸毒厉害得多 听起来像是一种瘟疫一样 迅速传播 让人变成僵尸 并且不能碰触 那岂不是掉进灰里的豆腐 吹不得打不得 说话之际 八只死粽子 往前跳了三四步 而我们也到了门口 他们跳得步子不快 让我们稍稍安心 大嘴容转过身子 拿石弓锥前端 插入门缝内 使劲往一边撬动 但大门很沉重 推起来都很吃力 这翘起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你既然知道 这是什么品种的玩意 就没对付的办法吗 我问 你没看他们眉口逼耳朵 只有一对眼珠吗 这是鼓虫把七翘蚕食 只留下眼珠堪露用的 不给糯米 或是克制僵尸的咒服 塞入或是封堵七翘的机会 除此之外 石弓锥和红绳等东西 也不能碰触尸身 这玩意可以借我传播 小滚刀 你他妈的倒是帮帮忙啊 大嘴蓉一边撬门 一边气喘吁吁的解释 我以为你一个人可以搞定 你不行早放屁啊 小滚刀不肯饶人的还骂一句 搭上手 帮大嘴蓉撬门 不能直接碰触 可以用火烧啊 死小妞说 这是个办法 僵尸是怕火的 用三昧真火烧一把 还不烧成七只烤乳猪 哥们二话不说 拿出一张三昧真火符 念咒完毕 符指呼得燃着 用力丢过去的一瞬间 大嘴蓉刚好转回头 吃惊地大叫道 别用火 但已经晚了 这张浮火正好甩到其中一具死粽子身上 砰地将白袍燃烧起来 我心说 又啥不能用的 这不烧着了吗 还没得一半秒钟 这只着火的死玩意突然飞身跃起 我靠 变成飞尸了 整个身子拉成一条直线 迅速朝我们飞过来 身上带着熊熊火光 差点没把哥们吓妙 快躲开 大嘴蓉撒开石弓锥 一把将身边的萧影和泄尘推倒 他也扑倒在地上 我和小滚刀朝相反方向扑向左侧 两个人脑门撞在一起 滚在地上后 眼前直冒星星 瞥眼间 看到这只死粽子 头身撞在大门上 咔啦一声 硬生生将大门撞出一个大坑 往外鼓抱而出 好像门上燃有汽油一样 随着火光瞬间燃烧起来 死粽子一个反弹稳稳落在地上 一张鸡蛋脸 在火光中显得挺愤怒 两只眼珠倒数而起 没嘴巴的地方 硬是扯出一道钩 跟呲牙咧嘴一个模样 我乐得叉叉 看到这种猙獰的凶样 哥们撞墙的心都有了 没料到一把火 整出一只飞尸来 并且变得更加凶猛害人 死丫头 你害死我们了 我一边骂着死小妞 一边跟小滚刀麻利地爬起身子 谁知道还有僵尸 跟孙悟空一样 越烧越精神 死小妞说到这儿时 着火的死粽子认准了哥们 飞身又朝我这边扑过来 吓得我跟小滚刀 分开跳向两边 靠 左边是大门 哥们撞门之后 身上衣服也烧起来了 并且被撞回去 差点跟死粽子碰到一起 还好死小妞 带罪立功 用力让我贴着地面 窜到大嘴戎跟前 同时用灵力灭了身上的火苗子 这时候 剩下的七只死粽子 蹦蹦跳跳都到跟前了 眼看形成何为之事 萧颖瞪着一对惊恐的眼珠跟我说 先往里逃吧 我点下头 几个人相互搀扶爬起身 贴着墙壁 往里面逃回去 那只着火的死粽子 跟着屁股后头追过来 让我们慌忙倒地 几乎是往前滚过去的 到了棺材跟前 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古事不能浴火 浴火将会苏醒 着火就变得更凶了 刚才哥们烧了点棺材木片 可能是因为此把他们惊醒 这又是死小妞出的主意 今天死丫头一直帮到忙 我们从棺材缝之间爬过去后 死粽子正好撞在棺材上 九口棺木纷纷燃烧起来 一股热浪席卷而至 让我们爬起来 夹着尾巴往前就跑 你们看 前面好像还有出路 萧颖拿着手电 照到动视镜头右侧有个门口 这无疑在黑暗中 看到了一丝光明 我们连滚带爬 跑进这个门口 不由脑袋又大了 里面的空间比外面还大 抵得上一个足球场 密密麻麻地摆满了棺材 中间缝隙 只有不到两尺宽 我们全都惊讶地张大嘴巴 他大爷的 至少上千口棺材 这画面也太震撼了 哪来这么多死人 集中安葬在这里的 第209章 千棺洞 一口口棺材整齐 而又沉默地排列着 不知在这里沉睡了多少年 如此庞大的棺群 给人不仅仅是震撼 更有一种无限神秘感 这些人来自哪里 又是如何死亡的 为什么会集体安葬在此处 如果说是一个家族 但这个家族 未免太大了点 再说 从棺材的腐蚀程度上看 应该属于同一个时期 也就是死亡时间 不会相差太久 有哪一个庞大的家族 在同一时期 遭到灭顶之灾 上千人同时死亡的呢 这个问题 留给我们无穷的联想空间 我们只是惊呆少请 紧跟着 发现着火的死粽子 飞窜来 让我们几个 带着一种难言的惊悚之心 分散逃开 奔进棺群内 这只死粽子 真他妈奈然 烧了这么大会儿 居然烧不死 除了衣服烧尽后 身体毫发无伤 并且越烧越精神 他窜进门口后 首先撞上几口棺材 这几口棺材瞬间燃烧 看样子 大有像四周波及之势 我们全都脸色大变 如果千余口棺材全部失火 我们可就跟着被火葬了 他大爷不开花的 原以为这是个活路的 没想到 竟然是个死胡同 死粽子连番飞扑来去 我们尽管侥幸躲过 但燃着的棺材数量越来越多 很快门口地带 聚起一股凶猛的火势 正在快速地朝四周波及蔓延 并且在这个时候 很多具棺材里 发出了咔咔声响 跟着不住震战起来 我们几个在火光映照下 各个脸色苍白 这情况跟傅小记一样破壳而出 再出来 可就随着火势烧着 那不全变成火势 我们还有活路吗 死小妞叫道 往回跑 快跑回大门口 大嘴戎和小滚刀也叫起来 叫大家伙 赶紧退出这个洞室 此刻谢称背着屈原跑得气喘吁吁 看样子挺不住了 萧影将屈原接过来 背在背上 火势迅速蔓延 基本上燃着了一半棺材 那八只粽子已经跳到门口 眼望着门内的火光 全都停下脚步 不敢进来 但他们堵住了去路 让我们几个刚绕回来 又急忙绕回去了 他妈的 看来爷爷要丧命于此 小滚刀带着哭腔叫道 别鬼叫 让人听着心烦 快跟老子往外冲 大嘴戎瞪眼骂了一句 往没燃烧的棺材上一跳 踩着棺材都起圈子 这个办法不错 大家全都跳上棺材 这样不受限于狭窄的缝隙 跑起来轻松多了 正好趁火势波及到身后时 又回到门口这儿 大嘴戎贴着墙壁咬紧牙关 脱掉外衣在火上一掠 顿时衣服烧着 便抡着火衣往外就冲 死粽子着火 会变得更生猛 但不意味着 不害怕火光 大嘴戎抡起一道火蛇 八只死玩意 居然往后跳了两大步 为我们闪出了一条逃生通道 大嘴戎一边抡着衣服 一边让我们先出去 等大家伙全都出了门口 他才追着过来 就在这时 喀啦啦一片棺木爆裂声响起 从火焰之中 跳出一只只粽子 我们只是回头看了一眼 这种逃命情况下 根本来不及看清 这些死粽子什么模样 全都拼命逃往门口 那具火狮很快追着出来 恰巧大门已经燃烧滩陷 出现一个大口子 刚好我们跑出大门 火狮 也追到屁股后头 我们集体滚倒在地上 在电光石火之际 躲开火狮的袭击 幸好这死丸一落地后 会有一个短暂停留 能给我们一丝喘息的机会 但大家伙朝两边分开 大嘴戎 小滚刀 和解银 滚倒了南门附近 爬起身 慌不择路地钻进门口去了 我跟萧颖抬着屈原 跑进最近的北门内 进去后 萧颖用力将大门关上 我背起曲原 两个人连喘口气都来不及 跟着往深处就跑 萧颖在后面帮忙抬起曲原 减轻我的负担 让哥们跑起来轻松些 往前跑了几十米 发现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庭院 因为看到了隐蔽墙 和四周回廊构造 再往前十几米 出现了古代格式的门窗 现在 我们不敢再贸然进屋 到了门口台阶下 停下脚步喘气 回过头没看到有任何光亮 说明这只火粽子 跟着我们来 可能追着大嘴戎 他们去了 把屈原放在台阶上 我们俩也坐下来 萧颖头发凌乱 满脸汗珠 双眼写满了各种惊恐 拿着手电往四处照射 看到左侧回廊镜头有个井口 在井口上 趴着两具白骨骷髅 本来吓破胆的我们俩 此刻看到尸骨 各自吓得全身一颤 再看右侧回廊 上面居然吊着五六具骷髅 看样子 都是吊死在这儿的 我们俩对望一眼 心头砰砰跳个不停 这什么地方啊 看架势是个居住的宅子 为什么会有人死在井口 和在回廊内上吊 这以前有人在此居住 可能后来发生了什么变故 才让这些人自杀的 萧颖喘着气说 我点点头 可是那边那么多棺材 为什么这些人死后没有入殓 笨蛋 死小妞插嘴骂道 吊死的是最后一波 死后没人帮他们入殓了 萧颖也说 他们死后可能没人了 自己不能入关 话音刚落 我忽然听到大门开启的声音 跟着前方出现了亮光 我们俩吃了一惊 急忙站起身子 我与此同时 拉起屈原的手臂 弯腰抱在怀里 由于隐蔽墙挡住视线 暂时看不到是来的人 还是火粽子 快关上门 是隆冬的叫声 我们俩听了 顿时将心放落肚子里 他们估计是从东门出来 遇到了火粽子吧 正想着 突然一声惨叫 划破寂静的黑暗 听起来惊心动魄 我们心跳剧烈地点起脚 从隐蔽墙顶端看向门口 可是只能看到几团亮光 看不到人影 二哥死了 别管他了 快关上大门 插上门栓 光当一声 似乎大门被关闭 跟着听到门栓插上的声音 几条人影朝我们这边 飞速奔跑过来 随着大门咕咚咕咚 被撞的山响 哥们猜测是火粽子 要破门进来 以这死玩意的力气 恐怕用不了几下 肯定会把大门撞坏 第210章 没有脚的女人 谁 他们绕过隐蔽墙 隆东拿手电发现了我们 吓得大声惊叫 是我们 我跟萧颖 几乎同时 开口作答 这小子一听 顿时松口气 跟两个师弟跑过来 到跟前往台阶上一坐 仨人吐着舌头 喘得像野狗一样 他们全身衣服破破烂烂 脸上到处是伤痕 这模样比我们好不了多少 也够狼狈的 此刻的隆东 脸上没了那种牛逼的高傲之气 换来的是惊恐和不安 坐在那一边喘气 一边警惕地盯着大门方向 对于庭院中的情形 顾不上查看 我跟萧颖也提心吊胆地盯着门口 希望这两扇大门 做得比钢铁都坚固 火粽子撞不烂烧不着 不过我们 感到疑惑的是 火粽子撞了好几下 卫毛大门没着火呢 那边黑漆漆的 一点火光都看不到 东一声巨响 大门终于被撞开 砸在地上 感觉脚底一阵阵阵 龙东弟兄撒吓得一跳而起 跟我们连个招呼都不打 匆忙跑到屋门前 推门进去了 目前只有屋子这一个可躲避的地方 但同样是个死胡同 不进去没地方可逃 进去可就是瓮中捉鳖之事 插 瓮中捉龙东吧 乖乖龙的东 你他妈害死大爷了 我哭着脸跟萧颖甩下脑袋 也跟着跑进屋子奇怪的是 大门被撞开 始终没看到火光 只听到了一种咚咚杂地声 似乎追过来的死玩意 脚步挺沉重 不像是火粽子 进门之后 发现龙东弟兄撒 跟石雕一样 处在门口这儿 惊恐地望着对面 我们定睛往前一看 他大爷的 里面咋有个人 屋子里布置的与想象中差不多 经常在电视上 看到古装剧那种摆设 冲门是一张八仙桌 两侧各有一把八仙椅 右侧椅子上 坐着一个脸色白皙俊俏的女人 身穿一身白色衣裙 眼珠咕噜噜地转来转去 看上去很诡异 死小妞吸口气说 这个人 他看着不像人 却又看着不像鬼 是什么呢 插 你问我 我问谁 是不是山魅精啊 我没好气说 对 有可能 这个死精怪 太善于掩藏自己的邪气了 我这仙人眼看不出来 听了这一句 我差点没趴在地上 你什么仙人眼 你那是鬼眼珠好不好 往自己脸上贴金 也不带这么干的 无耻 我跟死小妞说话时 她们几个都惊呆张大嘴巴 一个字吐不出来 在这个鬼秘难测的地方 居然会出现活着的女人 这也太离谱了 赶上聊斋了 你们跟我来吧 我带你们躲一躲 这女人转着眼珠 看了一圈大家伙后 居然开口说话 还要带我们 去躲藏 当时哥们汗毛就落了一地 龙东他们也被吓坏了 胆子再大的人 遇到这种诡异的情况 谁都不可能镇定从容 但门外咚咚脚步声 距离越来越近 龙东首先点点头 却说不出半句话 死小妞姨的一声说 来的什么怪物 个头有两米多高 脑袋带得像枣盆 浑身长满了黑毛 看不清面目长啥样 但两只眼睛放着蓝光 似乎是一只山腰 我心头一紧 原来追过来的 不是火粽子 而是另有怪物 他们四个 可能在东门内遇到的 被一路追出来 西门着火 南门有火粽子 他们只有进北门了 幸好刚才我们跑得急 没想到上门栓 否则死的不是一个二师兄 他们集体要找阎王爷喝茶去 这女人说完 右手一挥 我们身后的门 吱压一声自己关上 让大家伙同时打个冷战 这女人不会要关门打狗吧 靠 今儿哥们脑子竟将活了咋地 不是骂自己是憋 就是骂自己是狗的 不要怕 跟我来 这女人缓缓起身 往右侧走去 她这一迈步 我们几个又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女人白色衣裙下 居然没看到她的小脚 就像往前凭空飘一样 我孤独咽了口口水 有些死鬼最爱玩这种游戏 不露双脚 却在空中来回地飘游 想着头皮又骂了 萧颖不由自主地抓住我的手 她的小手一片冰凉 当这女人撩起为慢 墙壁上出现一个门口时 咚咚脚步声停住 跟着响起剧烈的撞门声说也奇怪 雾门比起大门可脆弱得多 怪物猛撞几下 居然没撞开 太不可思议了 别愣着 快跟我走 女人头也不回地说了声 首先走入后门 我们心里害怕 但目前只要暂时保住小命 谁还去想那么多 龙东第一个跟着进门 我们在后面鱼贯而入 出门一看 又是一个庭院 不过比前面的小了一半 两侧不是回廊 而是两排厢房 院子里也没隐蔽墙 一眼能够看到对面门口 萧影轻轻扯了我一把 回头一瞧 门口突然消失不见 是一堵青砖墙壁 我跟她摇摇头 示意不要说破 反正这里是诡异他妈跟诡异开门 诡异到家了 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 不过死小妞接下来跟我说破 这个怪异情形 只不过是一个障眼法 门还在 无非我们被遮了眼睛 看到的却是一堵墙 而此刻 我们全都听到喀啦啦 一阵木头爆裂声 房门肯定被撞坏 我们吓得全身一抖 于是夹紧脚步 跟着前头的女人 走进对面屋子里 屋子情景跟前面的一模一样 女人毫不停留地 带我们又从后门出去 一连走过五重这样的院子 到了最后庭院中 我们愣住了 这根本不能称作庭院 因为四周没有走廊和厢房 而是冰冷的石壁 空间也不大 只有前面院子的大半面积 对面石壁上 开着一个洞口 门前竖着一段木头 上面贴了几张黄色纸钙 看到这种纸钙 我和萧颖顿时惊呆了眼珠 鬼王的练鬼咒服再次出现 不能不让人吃惊 我瞬间有所悟 这可能是鬼王生前的居住地 那些棺材 便是他搜罗来的尸体 再次仰恋鬼气的 可是转念一想 也不对 羊鬼应该不用尸体 他搞那么多棺材大麻 莫非这是走隐门的老巢 女人笑盈盈地指着洞口说 你们进去吧 里面会很安全 不过进门时 要接吊木头上符 我心头咯噔一下 进门为什么要接符 这种东西 看样子是压制鬼旗用的 难道要假借我们之手 放出里面的一只极拼鬼旗不成 第211章 鬼邪要救人 这种情况 换个有脑子的人 绝对不会上当 一个山腹中神秘的宅院 然后又出现一个没有脚的女人 把我们带到一个山洞跟前 让我们把鬼王咒服 接掉进去 这难道不是一个陷阱吗 他大爷不开花的 大爷我经历的坑太多了 数这个坑 最没技术含量 可是 就有不动脑子的傻瓜 便是自以为是的 王八蛋 龙东 也不知道 是被后面那黑毛怪物 吓破了胆子 还是真的就是一个 先天智商有缺陷的玩意 这女人这么一说 她还真走过去了 她的两个师弟 都看出有毛病 叫了声别去 可是龙东 这王八蛋网若未闻 大踏步来到洞口跟前 瞅着眼前这根木头 手便伸了出去 我跟萧影又对望眼 彼此明白 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像龙东这种人 纯属自以为是的二百五 你若让她往东 她必定往西 绝对反其道而行之 不受任何人摆布 萧影于是眨眨眼 冷笑道 快接掉福进去 看看什么情况吧 然后跟我们说说 里面什么情况 龙东一听这话 马上哈哈大笑两声 转播身说道 别以为我是傻瓜 当炮灰的傻事 我是不会干的 要进你们进去 反正我是不会进去的 我偷偷跟萧影 竖竖大拇指 心说这王八蛋 还觉得自己挺聪明 其实已经掉进 萧影挖的坑里了 这女人脸色一寒 跟我们说 你们难不成信不过我 以为我要害你们吗 龙东跟两个师弟 转转眼珠 都没说话 而是把目光 转到我们身上 似乎要把这烫手的山芋 交给我们来对付 萧影微微一笑 镇定从容地说 我们没那么想 只是您是主人 我们是客人 主人不先进门 客人岂敢造次 这番话说得不卑不亢 又引指他这个主人不地道 分明有害人之嫌 要不然 魏毛你不先进去呢 这女人一声冷笑 我不是这里的主人 我 也 不 是 人 最后一字一顿 雨声冰冷地 让我们寒到心底深处 不由个人打个冷战 虽然 我们早猜到他不是人 但对方居然会主动承认 那说明就有制服我们的本事 这等于撕破脸了 让哥们嗅到了一股硝烟的气味 战争一触即发 龙东弟兄跟我们俩 全都警惕地盯着这个死娘们 全都拿出了桃木剑 竹筒和黄符 我从包里摸出两枚 从龙头山古墓内带出的铜钱 这时 死小妞跟我说 她既然承认不是人 说明就是山魅精 看样子不是鬼王养出的邪物 而是想得到这个洞里某种东西 提升修为的 可是当年鬼王为了防止他养大 所以在棺材底 以及这个洞口前封了鬼王符 现在死小妞的话 我也不咋相信了 充其量跟哥们一样 都是瞎猜的 目前不是确定洞里有什么 而是怎么干掉这只山魅精 咚咚咚 正在我们相互对峙 气氛降至冰点时 身后屋墙上 发出一阵撞击声 黑毛怪物来了 我们五个人 不由对望一眼 全都变了脸色 龙东见我手上抱着屈原 估计猜我是不能动手了 于是跟两个师弟使个眼色 三人发声喊 抡起陶木剑 竹筒 以及黄符 朝一脸冰冷的女人冲过去 她们相距不过三米多远 几步就冲到跟前 但就在此时 这娘们突然消失 又突然在右侧不远处出现 让他们扑了个空 我是真心想救你们 这娘们怒气满面地说道 然后指着我怀里的屈原说 起初我抓她藏洞顶上 出于玩闹之心 你们若不是点燃棺木 是不会惊动那些古师的 叫你们进洞 也是好意 接掉鬼王符 洞内便会乾坤倒转 正气升危 成为一处避难之所 不论古师和山霄 进去便会被杀灭 你们不会再有性命之忧 哥们一正 死娘们会真心帮助我们 这话怎么听 怎么像骗三岁小孩的 就像拿着一只棒棒糖说 乖 跟阿姨走 阿姨会给你买一个 比房子更大的糖糖 这他妈的 简直鬼话连骗 估计他说的这种话 自己都不信 还想骗大爷我 龙东当然也不信 嘿嘿冷笑道 你说谎不达草稿 想骗爷爷 我那真是痴人说梦 如果你真心 想救我们 就先接了皇符进去 你 这娘们气得脸都黑了 指着龙东骂道 该死的东西 老四龙北毫不客气地 还骂道 该死的臭娘们 有种你过来 让爷爷收了 这小子话没说完 死娘们一瞪碾珠 爆发出一片红光 他手上的 那只收魂竹筒 立刻扒的一声爆开了 吓得这小子 慌忙将碎竹片丢掉 下面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惊恐地往后连连退步 死小妞惊讶地说道 没想到死精怪 强大到这种地步 他要杀你们 你们任何人都挡不住的 他说不定 真有救人之心 现在我才想到 那只黑毛怪物 是只山霄 于是跟死小妞说 山霄很可怕吗 山霄只是听说 我也没见过 不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无论你到家 修为有多高 都无十足把握 能够铲除一只妖鞋 何况是深山中 修炼了多年的精怪 死小妞叹口气道 你的意思是 相信死娘们 让我们进洞 我对她现在的判断 没多少信心啊 她都带我沟里几次 不进洞是死 进洞无非也是这个下场 你自己选吧 插 死丫头这话太不负责任了 这道理 哥们也懂 还有你说 正要跟萧尹商量一下 这时那边 乌墙砰的一声大响 陈烟弥漫 砖头横飞 山霄硬生生撞破了墙壁 三把手电齐刷刷的照相那边 发现一条高大的黑影 矗立在陈烟之中 我跟萧尹不由瞪大了眼珠 这就是山霄啊 这玩意 身高最少二两米五以上 整个一个巨人似的 浑身长满了黑毛 手臂特别长 差不多有不到两米 一颗脑袋 倒是没澡盆那么大 死小妞之前说的有点夸张 不过比脸盆要大一些 满脸的黑毛 手电光一照 只能看到一对蓝蛙蛙的眼珠子 其他什么都看不清楚 这种恐怖的外形 让哥们心头打得寒净 顾不上再商量了 跟萧尹甩下头 抱紧了屈原 直接笨洞口跑去 第212章 青铜顶 人生本身就是一道选择题 困扰我们的并不是题目 而是你做出选择的勇气 就像目前这道生死选择题 没有时间供我们再去思考 机会稍纵即逝 对于错只在一念间 如同赌博压宝一样 压错便会输得金光 输掉自己的小命 这就是个坑爹的游戏 奔到洞口前 由于我双手抱着屈原 只有让萧尹去接服 萧尹伸手捏住一张扶脚 谨慎地看着我问 这样做不会出事吧 我才要开口 从身后末地传来一阵 震耳欲聋的吼叫声 在整个洞腹内回荡不绝 我们俩吃惊地回过头 发现山霄迈着两只 跟汽车轮胎一样 毛茸茸的大脚掌 在吼叫声中 将要来到龙东他们跟前 他们三个下的面如土色 目前摆在他们面前的 已经不是选择题 而是必选题 纷纷掉头往洞口这儿跑过来 那个女人就在此一刻 其意消失 像空气一样蒸发了 当选择题变成了必选题时 还用再回答吗 萧尹一连接掉木头上 九道鬼王符 才要丢掉 死小妞开口说 留着这些玩意 以后或许有用途 于是我让萧尹把符收起来 硬着头皮冲进去了 进去的一刹那 心头一阵紧张 唯恐这是个坑 当萧尹跟着进来 手电撕开前方黑幕 看到了周遭情景后 一颗心才放落肚子里 洞里的空间 仅有十几平米 四臂萧然 只有中间放着一只 一人多高 三足两耳的青铜顶 顶内空无一物 顶身外表上 捐刻痴魅亡两图案 隐隐散发着一股威严气象 顶自古由吹炬发展为传国重器 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 问顶天下 便是由此而来 我不由对曾经住在这里的主人 越发感兴趣了 放一只顶在后院山洞内 他什么意思 是祭祀先祖用的 还是有问顶天下的野心 这时 龙东他们仨 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抬头一看是个死洞 并且地方不大 龙东破口骂道 他娘的 巴掌大的地方 怎么藏人啊 老四挥着脸道 这次被逼近死胡同 我们完了 老三却阴沉着脸说 未必 这只顶上有玄机 那个女人所谓的乾坤倒转 可能指的便是青铜顶 他刚说到这儿 山霄沉重的脚步声到了洞口外 吓得我们几个 仓皇躲到对面斜脚内 其实这种举动是多余的 你说这地方 比老鼠洞大不了多少 不用山霄进来 就他那长胳膊往里一伸 就到底了 哥们还真是乌鸦嘴 这死丸一 因为个头太大 比洞门高了不到一米 果然伸长了 毛茸茸的手臂进来 说能捞到底有点夸张 不过爪子 几乎就伸到了我们脚前两尺之外 死丸一往下矮伸 把尖头拱进洞口 爪子一下往前 伸进两尺多 抓住了老四的左脚 吓得这小子 嗷一声尖叫 用力往一侧就逃 可是这爪子竟多大 老四使尽了吃奶的力气 这只脚根本正不脱 眼瞅着他裤子湿了 龙东挥动桃木剑 往爪子上猛拍 老三一脸往上贴了七八道黄符 但就跟挠痒痒似的 只是让死丸一的爪子 微微抽搐一下 往回一扯 老四跟着 被扯了出去 眼看要被拉出洞口 忽然间 这只爪子猛烈一阵颤抖 慌忙松开老四的脚 迅速收回去了 连肩膀也缩回洞口外 老四脸如土色地爬回来 趴在我们跟前 全身跟筛糠似的 不住颤抖 萧影急忙捂住鼻子 我同时 也闻到了一股臭味 靠 这小子肯定被吓得 使尿气流 哥们抱着曲员 疼不出手捂鼻子 只有避住 呼吸往一侧躲开 龙东和老三俩人喘着气 把老四扶起来 靠着石壁坐好 惊恐地看向洞外 全都感到疑惑不解 到了嘴边的肥肉 死丸翼居然会退火 令人匪夷所思 并且 这时候死丸翼 再洞外来回转圈 都不敢靠近一步 看样子 对这个洞有点怕 死小妞说 死精怪不是瞎说的 接掉鬼王符 洞里乾坤倒转 使这只鼎声发 天地正气 才把山肖 给逼退的 他如果赶进来 恐怕真如 死精怪所说 会被灭杀在洞里 估计这是个标准答案 我也信了山妹精 是真心帮助我们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让哥们非常不解 鬼邪会帮助人 就跟猫 主动像老鼠是好一样 你说 那不是太阳 从西边出来了吗 不管怎么样 反正目前危机解除 想那么多也没用 我和萧颖 都擦了把头上冷汗 坐在地上喘气 屈原依旧昏迷不醒 但脸色红扑扑的 脉搏也正常 应该不会有问题 此刻老四缓过点神来 可能想到自己一身屎尿 整张脸羞的通红 龙东和老三两个 谁都没说话 而是死死盯着洞口 外面的死山肖 虽然不敢进来 但在外面徘徊来去 也不肯走开 看着这情形 我们又犯愁了 洞里尽管安全 可是被堵在里面 迟早逃不过一死 跟死小妞商量半天 她也拿不出什么主意 因为这次出来 我们身上 带的还是去地宫做的福 对付妖邪不怎么对路子 通灵术 只能通灵鬼魂 而精怪与鬼魂 完全是两个概念 是拉不进名途的 死小妞说 除非哥们 把通灵术修炼到第九重 才有可能与山肖这种妖邪 搭建一条名途 我们沉不住气 龙东他们弟兄 撒比我们更急 龙东居然突发奇想 要大家伙 把青铜顶抬出去 将死完一下跑 这主意听起来鲁莽 不过仔细琢磨琢磨 并不是不可行 他们弟兄仨 首先走到青铜顶跟前 用力往起抬了抬 脸都憋红了 青铜顶纹丝没动 龙东冲我们一瞪眼 珠子叫道 你们想不想活命啊 想活命过来搭把手 我跟萧颖虽然很不喜欢这王八蛋 遗旨气使的德行 但为了逃生 不跟他计较 于是把屈原放在地上 跟萧颖一块走过去 我们五人合力 情形完全不同了 青铜顶终于被挪动一下 不过只是移动了几寸 龙东一声吆喝 大家伙 才要第二次用力抬起的时候 突然脚下一空 我勒个叉叉 整个人掉下去了 第二百一十三章 深渊绝境 突如其来的变故 把哥们吓得魂飞天外 就跟你走夜路一样 走着走着 突然掉进一个坑里 没半点心理准备 一颗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 你说谁这么损 在顶周围挖坑 让我们往里掉啊 简直就是混蛋 好在掉下去的 不是我一个人 包括萧颖在内 他们全掉下去了 有时候 人的心里就是这么龌龊 只有自己一个人掉下去 觉得很倒霉 如果大家伙一块掉下去 于是乎心里平衡 心里感觉舒服多了 汉 哥们不是圣人 这层龌龊念头 浮在心头表面 不由自主就冒了出来 我们几个人 一起发出大叫声 往下迅速坠落 萧颖虽然发出惊叫声 但临危不乱 伸手扯住了我的手臂 死小妞此刻 也开口叫道 抓住萧颖 我帮你们安稳落地 我急忙反手握紧了 萧颖的手臂 就在这一刻 整个身子感觉猛地停顿 萧颖却还在继续往下掉 差点没把我胳膊扯下去 好在我们俩相互抓得很牢 硬生生地将萧颖拉住 她的另一只手 也攀住我的手腕 不用怕 到底了 死小妞气喘吁吁地说 我一愣 低头看到 萧颖已经拿手电 往下照看情形 她距离地面不够半尺 随即放开手落在地上 死小妞呼地喘出一口粗气 哥们觉得身子猛地一松 咕咚一屁股 坐在坚硬冰冷的石头上 差点没把屁股摔成两半 死丫头 你松手的时候打个招 哥们这句话还没说完 一脑门又撞在前面石壁上 你大爷不开花的 眼前全是小星星 王林 你怎么了 萧颖紧张地走过 伸手扶我起来 哥们晃晃脑袋 没事 被老鼠咬了一口 萧颖顿时吓得四处乱看 这 这里有老鼠吗 你说功夫好的女人 她胆子不一定大 尤其怕老鼠蟑螂这些小玩意 死小妞冷哼一声说 我现在元气损耗得很厉害 没功夫理你 咱们秋后算账 我先睡回去 听到秋后算账这四个字 哥们不由打得冷战 慌忙问她 这是哪儿 还没看清楚 你睡什么觉呀 我本来就没完全恢复 现在不睡 恐怕很难坚持到最后 现在看着很安全 你自己想办法折腾去吧 喂 喂 屈原怎么办 她还在上面 哥们叫了几声 死小妞再不出声 肯定睡觉去了 萧颖拿手电左右找了一会 不见老鼠这才虚口气 我们借此也看清了周围状况 这似乎是个天然洞穴 但情形非常奇特 从上到下是一个喇叭形 越往下空间越大 而我们站立的位置 是在一个不大的秋顶上 四周又是深不可测的空间 萧颖伸手拽住我的手腕 试探着走到山丘边缘 随着手电光逐渐撕开黑幕 清楚看到山坡非常陡斜 根本不能立足萧颖急忙停步 拿手电往下照射 一条微不足道的光柱 在巨大的黑暗空间内 显得太渺小了 就像天空在一道拖着光尾的流星 萧颖吐吐舌头 瞪大眼珠说 看不到底 我把他拉回来后 才想到龙东他们三个呢 秋顶面积只有篮球场这么大 一目了然 可是不见他们三人 估计是掉下去了 我心里忍不住叹口气 要说龙东这混蛋死了 没啥可惜的 可惜的是 老三老四两个 帮帮我们 忽然头顶上 有人在扯着嗓门大叫 我们俩抬头一看 一块石头从石壁中横伸而出 石头顶端挂着两个人 不住地来回摇摆 距离我们不过十多米 上面的是老三 腰带挂在石头顶端尖石上 双手紧紧抱着石头 而龙东抱着他的双脚 就这么悬挂在空中 要不是龙东在下面 老三肯定能爬上大石 但这小子死不放手 老三只能跟着他荡秋千 这看得我们俩一颗心都揪紧了 要说 他们俩命够大的 老三的皮带 救了他们两个人 十多米的高度不算很高 但也有三层楼高 跳下来必死无疑 幸好我们进山 带着一条登山绳 就在萧影的包里 于是拿出来 在绳子一端 拴上一块巴掌大的石头 用力往上抛制 几次都因为力道小了点 擦着龙东的脚底滑过去 哥们一转眼珠 蹲下身子说 你搭我肩上 这样不就增加了点高度吗 萧影点下头 竟然一下骑在我脖子上说 起身吧 我一愣 哥们本意是让他站在肩头上的 怎么骑上了 这个情形有点敏感 脖子一下就僵硬了 跟着呼吸急促起来 起来啊 愣着干嘛 我呕了一声 慌忙站起身 萧影轮圆了手臂 这次因为增加了高度 石头正好砸在龙东的腿上 痛得这王八蛋 哎呦一声大叫 但这小子非常机敏 右腿一条 居然让绳子缠到了腿上 然后松开左手 将绳子提起来 再抛上大石 老三腾出一只手攥住 颤颤巍巍的 在石头顶尖上饶了几扎 最后打个死结 两个人顺着绳子滑下来后 全都虚脱在地上 软得跟面条似的 一个个脸如金色 话都说不出一句 萧影从我身上跳下来 伸手扯了扯绳子 没有扯动 望着下面的黑暗说 不知道下面到底有多深 我明白他的心意 余下的绳子 还有四五十米长度 想沿着绳子下去瞧瞧 我苦笑着摇摇头 手垫照不到底 感觉深了去 我坐下来问老三 龙北大哥呢 老三一张脸顿时沉下去 喘了几口气说 掉下去了 他所谓的掉下去 肯定是掉进了深渊 不用再想 是否活着这个问题了 龙东望着上面喘气道 他娘的 怎么会突然掉下来了 老三皱眉说 这应该是一种按照八卦七门布置的陷阱 挪洞青铜顶八门陷阱会打开 让人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中 他说的有道理 老三明显比龙东有脑子 萧颖把绳子沿着陡峭的山壁放下去 深吸几口 看样子想下去了 我一把扯住他 让我来 你功夫没我好 萧颖甩开我的手说 可我是男人 哥们说出这句话时 感到挺自豪的 萧颖扑斥一声笑了 但随即一沉脸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说完又扯了扯绳子 往山壁下去了 第214章 密动活尸 哥们承认 男人中有很多败类 很多不是东西的 但哥们例外啊 我多好一个人啊 总觉得萧颖这句寒沙摄影 另有寒意 这么一愣 萧颖攥着绳子 双脚踏着石壁 往下走了四五米 看上去 整个人横旋在空中 我心头一领 急忙往下走了几步 对他大声叫道 你别逞呢 快回来 你很在乎我吗 萧颖一边说着 一边毫不停留地往下走 我一下正住 他怎么会突然问出这句话 让我一时哑口无言 他这话什么意思 是喜欢我而向我表白吗 不可能 他怎么会喜欢上我这个穷酸 我们之间是有差距的 差距十万八千里 可是突然发现 这些理由 好像都是自己故意找出来的 我好像一直在强迫自己 不要喜欢上他 到底为什么 却说不上来 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 就说 你们男人没好东西 本来你心里喜欢屈原 结果我一试 你现在就变得犹豫了 证明你是个花心的男人 我刚才纯属是试探 不要对我有非分之想 我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 萧颖一脸的鄙视撇撇嘴 很快往下走了十几米 此刻他将手电咬在嘴里 低头往下照看情况 靠 哥们又被耍了一道 我就知道 这丫头不可能喜欢我 不过总喜欢挖坑陷害哥们 而哥们在他面前 那就属于猪头型的 既吃不既打 只要他敢挖坑 哥们一定敢跳 这会儿 龙东和老三都调匀了呼吸 走到我身后 探头往下瞧 他们看了一眼后 全都倒吸口凉气 往后退了两步 我蹲在边上 苦笑着大声说道 下面看到什么情况了吗 有个洞穴 你下来看看吧 这时发现 下面的手电光往上晃了晃 似乎萧尹进到了那个洞穴内 这个消息 让我们撒心头一阵振奋 这里大洞套小洞 说不定下面洞穴还会有出路 我钻紧绳子往下走 脚下忽然一滑 我勒个叉叉 垂直滑落下去了 是男人管个毛用 真不如一身好功夫 我当时吓得 真想撒泡尿 都忘了叫醒死小妞来救驾 死死抓住绳子不松开 把手心都给磨得皮开肉绽 感觉耳边呼呼声风 往下急速滑落 当手心痛得快要坚持不住时 突然看到 萧尹从一侧洞口内伸出手 揪住我的衣服扯了进来 我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一颗心还蹦蹦跳个不停 噓 萧尹在唇边竖起一根手指 我心头一紧 急忙压住呼吸 翻身从地上爬起来 顺着手电筒往前看过去 发现这个洞穴前宽后窄 只有七八平米的面积 很像一个棺材形状 而洞中心地面上躺着一个人 身穿古代款式子断袍 头上戴着一顶金罐 在手电光芒映照下 灿然生辉 这人从面相上看 大概四十多岁 唇上有一撇黑须 紧闭着双眼 眉宇之间 隐隐散发出一股威严气象 这儿出现古诗 那很正常 就算不腐烂的 我们也习惯了 一看他的穿戴 肯定是这里的一把手 其他人还能不腐烂 一把手保持个完好的身材 有啥奇怪的 但奇怪的是 这玩意面色红润 跟龙头山古墓里的死娘们一样 像个活人 我跟萧颖对望一眼 彼此眼神都显得无比惊讶 我们俩瞳孔都放大了 这到底跟龙头山死娘们 还有点不同 因为这个死人还有呼吸 好像哥们说的是废话 死人怎么会有呼吸 这不是废话 他的肚腹之间 微微起伏 看起来似是有着均匀的呼吸 一个正在沉睡中的活人 而我静下心后 也听到了一阵轻微的鼻酣声 并且 他脸上的肌肉 突然轻轻动了一下 你大意不开花的 这也太吓人了 我跟萧颖一时紧张地握住彼此的手 往后退出两大步 哥们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 小声跟萧颖说 别怕 这肯定是现代人装神弄鬼 跟着装死师太不敬业了 装死师居然会睡着 说到这儿 觉得自己纯属自我安慰 这么隐秘的地方 谁能进来啊 就算进来也早饿死了 还能在这儿睡大觉 萧颖明知道 我这解释太过牵强 但还是点点头 他是宁可相信是现代人装神弄鬼 不幸这是一个变态的活死人 正巧这时 龙东和老三相继下来 进了洞口 一看到这种情况 立马吃惊地亮出家伙 老三瞪着前面说 大哥 这好像是个活尸 龙东嗤之以鼻说 别信那些传说 这世上除了僵尸之外 哪有像这样跟人一样的活尸 这一定是哪个人进来 装神弄鬼的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他总算说了巨人话 你看这么隐秘的洞穴 谁能进来 老三说 龙东哼了一声道 你忘了刘二摩这种人吗 他对这一带山区了如指掌 并且第一个跑进北门的 到现在 我们都没看到他在哪里 我觉得 本地肯定有不少人知道这个地方 刘二摩既然能进来 别人当然也可以 哎 你别说 发觉这小子 现在脑筋比刚才灵活点了 说的有点道理 我们只顾逃命 把刘二摩这家伙给忘了 进了北门后 一直都没见到过这家伙 的确值得怀疑 说不定真如龙东所说 这家伙以前来过这 你们看 这有几道皇符 老三指着死人 头前三尺处 有八张鬼王符 围成一个圈子 似乎摆了个阵法 而皇符圈子里 还有几个红色的字体 离得远了点 看不清写的什么 我们紧贴石壁走到前面 萧莹把手电照到地上 清晰看到 是用朱砂写出的八个字 此人一醒 天下皆惊 四个人吃惊地看着彼此 这个死人 不是现代人装的 真是一句活识 在此留下自己的 一定是鬼王 鬼王据说是清末明初的人 他都距离现在上百年了 更别说 这句活识了 我忽然间 脑子里灵光一闪 明白了一件事 我们上了三妹经的当 这又是一个好大的圈套 让哥们钻进来了 正当哥们隐约捕捉到 一丝阴谋的气息时 突然从后面发出呵呵闷叫声 第215章 妖人复活 我们全都吓得几乎跳身转过来 看到这个死人 眼皮微微动了几下 嘴巴奇异张开 从喉咙里发出了这种诡异的闷叫 似乎有弹堵在嗓子眼 接着又发出一阵呼噜声 看到这幅情景 我们几个人毛都炸了 鬼王留自示警 此人一醒 天下皆惊 那说明会搞出大乱的 并且在洞口外 以鬼王符镇压 可见 此人是绝不能活过来 而三妹经 不敢碰触鬼王符 所以挖个坑 让我们跳进去 我们还真跳了 而揭开洞口鬼王符 洞内乾坤倒转 这人就有机会苏醒 至于他头前的这圈符 估计是镇压不住了 从目前这杂碎的情况上看 马上就要醒过来 萧颖遇事比较果断 抬头跟我们说 给他一刀吧 我一皱眉眉说话 哥们承认 自己在这方面优柔寡断 不管他是活人还是活师 在没搞清之前下狠手 感觉太武断了 万一杀错了好人怎么办 龙东点点头 这一点倒是跟萧颖臭味相投 拿桃木剑在死人眼皮上一指 这地方最为柔软 用桃木剑也能捅进脑子里 让这杂碎死透了 感觉这太残忍 我转过身不看 但忽然听到萧颖大喝一声 你干嘛 跟着听到拳脚相交的风声 我急忙转头 发现萧颖跟龙东交上手了 而老三却发疯一样的弯腰 把地上的鬼王符抓起来 张嘴吞进嘴里 一阵大叫 我心头咯噔一下 心说糟糕 龙东和老三中邪了 果然龙东眼珠内 闪烁着阴狠的眼神 就跟一头猛兽似的 轮拳朝萧颖身上不住攻击 这地方太小 萧颖躲闪不开 只能招架 他的功夫 盛在灵巧闪躲 硬碰硬 那就处于下风 没几下身上就中了两拳 我一边叫死小妞 一边奋不顾身 挡在萧颖身前 但龙东 这王八蛋力气太大 跟只蛮牛似的 一把将我丢到石壁上 他大爷的 我这男人 未免太怂包了 爬起身 就要往回冲过去 结果发现 脚下有条裂缝 探头仔细一瞧 裂缝挺宽 足够容下一个人 因为这边地势比较高 手电光线刚好照不到这里 所以忽略了这个情况 忽然间眼前一黑 萧颖手里的手电筒 被打出了洞穴 落入不见底的深渊 这下可好 我们全都变成了睁眼下 但哥们循着萧颖的喘气声 猛地扑过去 刚好一把抱住他 后背硬生生地挨了龙东两拳 我差点没背过气去 这王八蛋 拳头劲太猛了 跟两只铁锤似的 啊 王林 你没事吧 萧颖在黑暗中紧张地问道 死小妞也开口了 什么情况 不好 三妹精在外面使坏 我们好像中计了 我此刻想说话 可是一口气转不过来 张嘴发不出声音 跟着背上又中两拳 脚下一半 抱着萧颖滚倒在地上 但身上随之弥漫一股阴凉气息 死小妞出手了 让我连番朝石壁裂缝跟前滚过去 谁在这里胡闹 当哥们滚倒裂缝口跟前时 洞穴内突然出现一个陌生的男人喝叫声 听起来有那么一股霸气 死小妞熬一声尖叫 跟着说道 我的天哪 这个人怎么活了 他 下面一阵结巴 说不下去了 萧颖在我怀里颤声道 那个人活了 我嗡了一声说 这里有个洞口 小心了 我放开萧颖 先把他推进去 然后忙不得滚到里面 就在我们俩刚滚入这条裂缝内同时 听到龙东和老三 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我心头一颤 估计全都遭到了这个变态砸碎的毒手 这次真的是很幸运 裂缝下是一条漫长的斜坡 没碰到任何障碍物 有惊无险地滚下去 死小妞到现在 可能才惊魂出定 颤声说 那个人死了很多年 突然醒过来 这太可怕了 我喘着气说 墨西都能复活 他为什么不能 拜托 黄魂是需要地府同意的 并且这人看样子 死了至少几百年 魂魄居然一直在身上 死小妞说到这儿突然停住 隔了一大会儿才说 不对 他根本就不是个死人 一直是个活人 我说我为什么会感到这么恐惧 那已经变成一只妖精了 气 人变成妖就是人妖 人妖有什么可怕的 混蛋 这时候还有心情跟我瞎扯 你皮又痒了 你知不知道 这样的妖人复活 是会搞出大乱子的 死小妞紧张地叫道 对 我知道 鬼王做出了警告 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这变态已经复活 连你死丫头都怕得这么要命 谁还有办法制服他 我看只有鬼王 不过这小子 早在几十年前挂掉了 就算刨出来 最多是一具僵尸 淡得过人妖吗 嘿嘿嘿 一阵冰冷的笑声从坡上传下来 就像一道冰箭似的直穿哥们心底 让我整个人打个哆嗦 还从来没有听过一种冷笑 让人感觉这么恐怖的 王林 是不是那人追过来了 萧颖在下面边滚边叫 别怕 沉住气 我这句等于没说 死小妞焦急地说道 这个妖人追过来了 怎么办 我擦 死丫头你越来越无耻 你居然问我怎么办 你还是女鬼大人吗 我没好气骂道 好吧 你想出办法 你就是爷爷 当祖宗都行 死小妞带着哭腔说 头一次见到这丫头服软 不容易啊 看来死小妞对这个人妖特别畏惧 她遇到女魔头 都没像现在这么怕 有时候感觉天地之间万物相克 非常玄奇 山人自有妙计 说好了 你以后叫爷爷 不许耍赖 我跟她说了句 然后大声跟萧颖叫道 你收的那几张鬼王符呢 快拿出来 沿路贴下去 死小妞一听 顿时跟我说道 不算不算 我刚才一怕把鬼王符的是忘了 再说这东西 还是我让你收起来的 插 死丫头就地耍赖啊 哈哈 鬼王符用于我未醒之时 既然醒来 一切俘虏便如同废纸 死妖人在上头发出一阵得意的大笑 让哥们从头到脚 骑满了鸡皮疙瘩 定 死妖人跟着大喝一声 哥们翻滚之时骤然停止 就像被棉花层层包裹起来 怎么都动不了一下 第216章 刺心咒语 这下终于知道 什么叫妖人 妖人有多厉害 惊恐之余 哥们想到了孙悟空 就是这么一个定 就把妖怪定住 感觉这是在讲神话故事呢 没那么狗血吧 可是 往往当我们以为剧情太狗血的时候 却是真正的发生了 哥们 被这层无形的力量控制住 想说话都不能 只能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又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 内心的惊骇达到了极限 而死小妞也仓皇失措地叫道 我就知道 鬼王符现在也不管用了 让我赶快想出个办法吧 心情慌乱之中 脑子里突然想到了长生两个字 不由自主就想起了那本古书 急忙跟死小妞说 这个妖人一定跟话魂有关系 你快想想 那本古书上有没有破解方法 啊 我想想 靠 要想多久啊 此刻听到了坡上 响起搭搭脚步声 听起来缓慢而又平稳 死妖人似乎在保持自己尊贵的身份和风度 步子不疾不徐 可是这一步步 仿佛慢慢猜到哥们心头上 感到一股巨大的压迫 使得一颗心猛烈地跳动起来 鬼王符 鬼王 死妖人一边往下走 一边喃喃自语着 是他 嗯 他手上有一点冒烟的武器 吸进嘴里吞云吐雾 是他用符暗算我 我一愣 什么冒烟的武器 吸进嘴里吞云吐雾 哦 是烟带锅吧 这死妖人肯定是老古董 他活的那个年代 还没有烟带锅出现 想到这儿 忽然眼前一亮 鬼王喜欢抽烟带 那龙头山古墓里的烟灰 是不是这小子留下的 时间上符合 正是发生在民国期间 而古墓里的老鬼精 我觉得 除了鬼王之外 不可能再有人能够对付得了 一定是他 是他拿走了牧主人身上的陪葬品 想到了 想到了 古书上说 人死后用化魂术 有可能使其复活 变为一种妖人 只不过要以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锁魂磨练才能成功 所谓的锁魂 便是 废话少说 就说怎么破 我没好气 打断死小妞喋喋不休的解释 这个可以 以后再讲 办法很简单 一种咒语可以摆平它 快 你给我念咒 念个毛线啊 我只能张嘴不能说话 刚说完 就觉嘴巴上一阵阴凉 能够发出声音了 于是赶紧跟着死小妞念叨 喝谈题 谈婆题 谈托纠啥 隐修托婆多尔提示题 这种咒语非常拗口 并且就这么一句 往复循环 要不停地一直念下去 哥们念咒语同时 听到上面黑暗中 呼得饿的一声闷哼 听起来有点痛楚的意味 死小妞欣喜地说道 管用了 就这样不停地念下去 念上七七四十九天 她就完蛋了 我一正 停下咒语问她 要念这么多天 夜里要不要睡觉啊 不能停 快接着念 死小妞急叫一句 吓得我慌忙 又接着念这句咒语 死小妞跟我说 古书上记载 克制妖人 唯独这句咒语 每一句咒语 就如同一根钢针刺在妖人的心头上 要日夜不停地念 四十九天后 妖人的心 才会被刺穿 你大爷的 七七四十九天 日夜不停 你以为我是铁人啊 但现在唯恐停下 咒语威力消失 又要从头念起 所以不敢跟她斗嘴 就这么念了七八分钟 嘴巴都有点酸了 墨地周围 长谷的力量逐渐消失 我又接着往下滚去 而与此同时 死妖人的闷哼声 越来越密集 看来刺在她心头上的钢针 越来越多 那她 便会越来越痛苦 王林 刚才怎么了 萧颖在下面大喝 我也不敢应声 继续念着咒语 王林 你回话呀 你 你怎么样了 萧颖声音颤抖 显得相当焦急 死小妞这时说 好了 她陷痛得直不起腰 吓得逃回洞穴 可以停下咒语逃命了 我呼得喘出口气 冲着下面叫道 我刚才死过去了 刚刚醒过来 现在没事了吧 萧颖语气非常紧张 有时 我感觉头晕目眩 很想睡一觉 哥们说的是实话 往下翻滚的头晕脑胀 并且全身乏力 真想美美地睡上一觉 你坚持住 我们很快 会逃出这里的 萧颖大声叫道 她这么紧张 让我心里一阵舒坦 你个臭丫头 不是经常耍哥们吗 哥们也让你尝尝 被耍的滋味 在哥们得意之间 我们俩双双滚到斜坡底部 萧颖一把拉住我的手 忙问现在好些了吗 我感觉很冷 嗨嗨 哥们继续演戏 不把这丫头耍够 难解心头之恨 鄙视你 骗居女人同情心 这时候 还不赶快逃命 装什么装 死小妞发怒了 被她一骂 自己也觉得有点过分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才要跟萧颖说实话 没想到这丫头 一把将我抱进怀里 颤声问 这样暖和一点了吗 暖和 那肯定暖和 浑身上下迅速火热起来 我尴尬地说 现在好点了 咱们快找出路 这句话 语气可能变得正常了 让萧颖起了疑心 问我 你不是在假装的吧 这丫头聪明过人 不容易糊弄啊 搞不好耍不成她 反被耍弄一次 哥们眨着眼睛 心里正在琢磨着怎么敷衍 只听前面不远处有人说话 萧颖慌忙把我放开 轻轻嘘了一声 我不由松口气 感谢这人救驾及时 你别老是扯着我衣服啊 刚才差点让我摔倒 是小滚刀 不知道这小子 跟谁发火呢 我们俩顿时喜出望外 萧颖大声叫道 小滚刀 我们在这儿 死小妞这是说 他们三个活得都挺好 居然没被鼓尸 给整死 太奇怪了 哈 这话说的 他们没死不是好事吗 有啥奇怪的 我也从地上站起来 跟着叫道 那边有出路吗 他们仨听到 我们俩的声音 一个个都显得挺激动 高兴地大叫起来 黑暗中 看不到他们在什么地方 但声音听得很清楚 应该相距不过五十多米 啊 你们还活着呀 太好了 美女活着 我小滚刀死也开心 这边没出路 你们那边呢 大嘴容回了我一句 谢称却问道 屈原现在怎么样了 哥们心头一沉 那边没路 并且谢称这句 又让心里勾起了屈原的烦恼 也不知道这丫头现在怎么样 不过可以放心的是 山霄不敢进门 屈原应该是安全的 比我们所有人都安全 第217章 藏宝库 我们迎着彼此很快碰头 因为大家伙手里 没了照明工具 手机摔坏的摔坏 电量耗完的耗完 都看不到周围情景 并且 连我们所处的环境 是个什么模样 都难以在心中勾勒出来 便坐在地上 说起彼此遭遇 小滚刀 大嘴容和谢称 钻入南门之后 迅速将门关上 一股脑滚入斜洞内 沿着洞内斜坡 一路滚下百米多远 起来后发现 这些死玩意 没有追进来 这才放心 可是手电筒 全部摔成了稀巴烂 只有拿出手机照明 发现眼前 是一条长长的隧道 往北深沿而去 这条道地势 依旧是越往前越低 仿佛要深入大山底部 一路上遍地海谷 不是中了弩箭而死 便是被大师砸死的 各种死状 看起来惊心触目 他们提心吊胆地 往前走了很长一段路 倒也没发生任何险情 最后遇到了一扇紧紧封闭的石门 挡住了去路石门上 贴了鬼王符 让他们明白 当年鬼王从这里出入过 知道就算有机关 也早破茧 于是大胆撕下鬼王符 推开石门进去了 可是进去 他们差点没下尿 眼前到处是蛇 各种各样的毒蛇品种 聚集在一起 密密麻麻 真可谓铺天盖地 他们慌忙 要退出大门 回头一看 门外不知道什么时候 翘无声息地 也爬满了蛇群 这更让他们吓得面无人色 看到这种情形 小滚刀忽然想起来 是不是从绝户债地宫 带回来的这颗蛇灵珠惹的货 不管是不是了 赶紧拿出来丢在蛇群中 立刻引起一阵骚动 这些蛇争先恐后的爬向珠子 没有一条理他们的 三个人急忙绕过巨龙的蛇群 仓皇往前逃走 大嘴戎和谢琛的手机摔坏了 大嘴戎手机电量耗完 伸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 就走到了这儿 谢琛被蛇群和蛇群吓破胆子 又处于无穷无尽的漆黑之中 一路上扯着小滚刀的衣服 不肯松手 让小滚刀不住口地叫骂 我一听 心里又灰了 前面有蛇群 后头 有妖人和山魅精 我们两头受赌 出不去了 正在沮丧时 死小妞疑的一声说 四处有不少散乱的木箱 石缝中 还有一些金银珠宝 难道这是 听到这儿 我心头一动 难道这是藏宝的地方 哥们忘了 我们没有照明用具 死小妞的鬼眼 能够透视黑暗 可当一只导盲犬 嗨嗨 这话 是绝对不能告诉她的 我起声跟她说 再到四周瞧瞧去 死小妞 一边指引我走向左侧 一边说 果然是个藏宝库 大批金银珠宝都被搬走 只留下散落的少许财物 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 应该是山腹最底部 空间也比较大 在这儿藏宝最适合不过 按照死小妞看到的情况 这里曾经藏宝数量 应该是非常庞大的 庞大到让人震惊 其实这种事说起来并不奇怪 在古代有很多亡国君主 以及造反失败的将领 往往都不知所终 他们带着富可敌国的财宝 逃到了早就准备好的藏身之地 这些财宝也随之下落不明 或许 这个地方就是某个亡国君主 或是造反将领避难所 而后头这个变态妖人 说不定就是此间主人 只不过 他没能看住自己的财宝 被鬼王这小子洗劫一空 很明显 隧道里死的都是些小贼 东西没见到人 却被机关所杀 只有鬼王进出安然 东西肯定被这小子弄走了 我于是把这个情况 跟他们撒说了 谢琛差点没哭出来 经历九死一生 竟然被人截足先登 不过好在石缝里 还留了点零头 谢琛和小滚刀 按照我的指点 从石缝里 挖出了不少珠宝和金银 塞满了两个人背包 这些东西拿出去卖了 少说也能卖个几十万吧 好歹也算 有个心理安慰 死小妞跟我商量 这里除了南门是出路外 没有其他生路可供走出 后头那个洞穴 明显是主人闭关的地方 并且还在亲自 看守着自己的财宝 就算能够制服妖人 那么高的距离 不可能再回到青铜顶洞室 至于那些蛇 对我们来说 应该没有危险 因为他们贪婪 蛇灵珠内的灵器 为此互相残杀 只要我们不去 拿回这件东西 他们便不会来攻击我们 我想想有点道理 于是跟大家伙一说 他们也觉得 除了原路返回 没有其他生路了 只有硬着头皮去赌一次 我带着他们 心惊胆战地 一路走回到石门之前 蛇群仍在 死小妞说 这片蛇全都聚集在蛇灵珠上 以至于掩盖住了珠光 我们现在只能在黑暗中 听到这些玩意土性 发出的嘶嘶声 声音之密及诡异 让哥们听进耳中 汗毛落了一地又一地 平时见到一条蛇 都吓得浑身骑满鸡皮疙瘩 更别说这里蛇山蛇海 无穷无尽 幸好看不到 否则飞下软不可 我们沿着洞壁绕开蛇群 安然走出石门 走过一段漫长的隧道后 爬上了一条斜长的坡道 到此 我们终于放心 只有小滚刀很不乐意 蛇灵珠也是件不可多得的宝贝 就这么葬送在山腹内 把她心疼得不得了 当我们气喘吁吁地爬回到门口时 死小妞忽然开口示警 外面有人 正在跟古诗作斗 哥们心头一惊 不会吧 这里 除了我们之外 龙东弟兄四个全都阵亡 就算刘二摩还活着 他也不懂倒数 怎么跟古诗作斗 瞬间想到了一个人 是乌龙 果然不出所料 死小妞跟着跟我说 乌龙跟一个穿得花花绿绿的男人 正在斗古诗 奇怪 这些古诗 好像很怕一只大老鼠 被逼得步步后退 退回到西门去了 那具火诗呢 我问 火诗早挂了 躺在地上 浑身烧成了焦炭 眼珠没有了 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挖走的 死小妞语气显得疑惑不解 我心说乌龙没这么厉害吧 连火诗都搞定了 它用的这只大老鼠 会不会就是白头鼠 我问死小妞 老鼠脑袋是不是长着白毛 对 全身灰毛 唯独头上是白毛 第218章 借刀杀人 那大老鼠肯定是白头鼠了 没想到这玩意能够治病 还是古诗的克星 不过天下万物 相生相克 奥妙无穷 就像毒蛇出没三尺之内 必有解药 而古诗藏身之地 有白头鼠这种克星 也不稀奇 有乌龙在外面打僵尸 我们乐得坐收于力 在黑暗中等了半个小时后 死小妞说 乌龙他们进了西门 我们可以出去了 出来后 看到残破的西门内 火光通体 那些棺材 竟然还没有燃烧殆尽 我们此刻还急着去救曲员 便跑到北门前面 借着死门散发出的火光 隐隐看到两扇大门东倒西歪 这是被死山萧壮的 老二龙溪的尸体横躺在这 脑袋被咬掉了一半 左臂也被扯掉 远远丢在一侧 死状非常凄惨 小滚刀顿时抱起尸体 放声大哭 我乐个叉叉 你这不是要招狼过来吗 大嘴戎急忙捂住他的嘴巴 不让他发出声音 然后把尸体夺过来 放在门口一侧 拉着他 迅速跑进北门 我和萧颖对里面情形比较熟悉 带着他们进入房屋 一连穿过几重院子 最后到了最后一座房屋中 从残破的墙壁口子往外瞧 一片漆黑 后院里死一般的寂静 山萧还在不在 我几乎和萧颖同时开口 只不过他在问我 我在问死小妞 死小妞叹口气说 当然在 这玩意脑袋不灵活 在这里守株待兔 要就回屈原 恐怕很麻烦 听了这话 我也有点丧气 可是灵机一动 跟他说 不如这样 我们将山萧引开 让他们进去 救人怎么样 我所剩元气 只有一点点了 而山萧这种东西 发力后 速度是很快的 是否能帮你逃出去 我不敢保证 死小妞说 救人要紧 管不要那么多了 当下转头 跟他们几个说 山萧还在洞口跟前 我去引开他 你们趁机进去救人 说着 不管他们同不同意 已经迈步跑了出去 喂 几个人在后头齐声大叫 但哥们早已冲入黑暗 嗅到了死山萧浓重的 要挟气息 呜 对面黑暗中 末地发出一阵诡异的吼叫声 两团蓝光突然闪现而出 让哥们心里不由打个凸 看情况 距离他不远了 在死小妞发出警告同时 我转身往西就跑 这院子虽然不大 但捉个迷藏 还是游刃有余 刚跑出几步 身后一道狂净的冷风涌过来 死完一来了 快去救救区员 我一边往前狂奔 一边大声叫道 跟着听到大嘴容 他们几个相互催促着 跑向了洞口 这时冷风裹体 一只冰冷的爪子搭上尖头 让哥们不由自主打个冷战 没想到死完一发力后 速度竟然这么快 但死小妞还没出手呢 在此一刻 感觉一阵阴凉气息 迅速游到双脚上 让我整个人往前猛地窜出去 脱离了山萧的爪子 死小妞叫道 往外引吧 正好把这东西 交给乌龙 对啊 这个主意不错 让乌龙这杂碎 也常常被山萧追是啥滋味 当下拼命地跑回到屋里 将山萧引过来 一路引到第一进院子里 刚好看的乌龙 和一个身穿花绿衣服的男人 绕过隐蔽墙走过来 各自手里拿着一把强光手电 他们俩看到我后 一起正主 随即乌龙哈哈笑道 你还活着呀 恭喜恭喜 我就停在台阶下 嘿嘿冷笑道 托福托福 说着 侧目看了一下他身边的那个脸色白皙的男人 靠 上身穿着紧窄的大红背心 太他妈小了 好像就是一件女人衣服下面 穿着绿色窄裤 你别说 这小子两条腿又瘦又长 如果不是从鼓鼓的裆部 和扁平的胸口 看出是个男人 还真以为是个拥有一双修长美腿的妞呢 哟 他就是王林啊 我好喜欢 这男人一开口 脸上表情跟女人一样扭泥 并且声音也是太监音 听得哥们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乐得叉叉 这伟娘一样的玩意 恐怕就是在地宫看守大嘴容那个极品货吧 对 他就是王林 我的好朋友 乌龙脸上堆起一种阴险的笑意 不过刚说完 忽然看到我身后 就张大了嘴巴 啥 死山削出来了 我吓得慌忙往前就跑 此刻死小妞虚弱地跟我宣布 她元气耗尽 必须要沉睡 接下来 让我自己去玩 还好挺到了这里 如果绊到了桀子 那乌龙要恭喜哥们进地府喝茶了 乌龙精明得很 剑山削是追着我来的 急忙跟死尾娘闪身让开 我心说让你小子躲 飞身扑到他的身后 一把抱住他的双腿 这小子大吃一惊 抡起手电要砸下来 可是山削冲到了跟前 我在地上 他第一个要倒霉 只有跟着往地上一滚 死尾娘还不知道山削的厉害 飞身挡到我们前面 结果被死完一爪子打飞 我乐个去 就像做了火箭 直飞到屋顶上 黄龙降天 地寿所欺 锦销动张 销魔却飞 急急如律令 乌龙倒地同时 大声念了两句咒语 手中一张黄浮糊的燃着 丢向山削 这是杀鬼祥魔咒 对付妖魔 是对鹿子的 这次我出来没带这种佛 光念咒 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有佛威力 便不可同日而语 死完一一对蓝眼珠内 立刻闪烁其畏惧 慌忙后退两步 大夫火燃尽成灰 又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吼叫声 朝我们俩扑过来 我跟乌龙这时候 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 而由于 他用了咒符 激怒死完一 现在这死完一时 扛枪打狼不理兔子 直奔他去了 我不由心花怒放 圆圆跑到一边看热闹 你说看热闹 心里就是舒坦 看着一只砸碎 被一只死完一追的 跟加尾巴狗似的 到处乱窜 简直是爽到了极点 正好这时 大嘴容他们 抬着屈原跑出屋门 因为手电落地 谁都没注意到 此刻山削追的 这个人是谁 还以为是我呢 都大声叫道 快跑 我在隐蔽墙 跟前笑道 我在这儿 咱们走吧 首先跑出大门 结果刚出来 墨地察觉 四门之间 这个天井中 气温寒冷地 犹如近了冬季 我心头一领 转头看到 那个死妖人 站在洞口下的石头上 正冷冷地盯着我 插 他出来了 第219章 本无善恶 这一下差点 没把我吓死 这死玩意 怎么跑出来了 难道他不怕 钢针刺心的咒语吗 当下喘口气 张嘴念出这句咒语 死妖人在火光映照下 眉头微醋 似是被钢针扎在心头 感到了一丝痛楚 但这种咒语 只要一段 他心头的刺痛 便会随着时间而消失 要从头再来念过 所以 之前的用功都废了 现在从头开始 只扎一根钢针 不足以让这混蛋 失去防抗力气 他眼珠子一瞪 放射出一股灵力的目光 哥们心头一寒 差点念错了咒语 他双手食指尖搭在一起 仿佛结出一种手印 张开嘴巴要吐字 可是哥们这会儿嘴快啊 接连念了三四句 让这混蛋脸上肌肉一阵抽搐 嘴巴哆嗦一下 没能发出声音 看嘴型 想念出一个钉字 但让哥们这几根针给钉在他心头上了 萧颖他们这时跟着跑出来 同时看到了死妖人 大大嘴容 小滚刀和谢称 虽然听我们俩说过这玩意 可是他们第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 萧颖吓得惊呼一声 朝大家伙摆摆手 说道 他就是妖人 小滚刀提出了他的皮灯笼 大嘴容抓出一把糯米 他们现在手上也就这些玩意 而皮灯笼对鬼魂有作用 对僵尸和妖人就没啥用处了 糯米更是渣 撒在死妖人的身上 还不如挠痒痒 有点动静 我回头看他们一眼 忽然想到 要是大家伙同时念 钢针扎起来 不就更快了吗 于是冲大家伙几枚弄眼 用手指着自己的嘴巴 示意他们一块跟着念 但他们都没明白 过来怎么回事 都愣愣看着我嘴巴 以为嘴上受伤了 更可气的是小滚刀 眨巴眨巴眼问 兄弟 你嘴上长痔疮了 我恨不得一脚踢死他 你们家痔疮长嘴里啊 萧颖在下面听到过咒语 突然明白我啥意思了 跟着我念起咒语 果然多一个人扎针 让这混蛋就更痛楚 眉头静皱 脸上肌肉不住地抽搐起来 搭在一起的十根手指 现在也离开了 因为疼痛 手指全起又伸展 看样子非常痛苦 小滚刀和大嘴绒 这才跟着一起念咒 这一下 在他心里同时扎下四根针 几分钟后 这混蛋咕咚一下左腿跪地 脑袋都垂在地上抬不起来 大嘴绒一边念咒 一边从包里 又拔出一把石弓锥 慢慢走到前面 猛地伸臂前刺 锥刃冲着死妖人后颈去的 但将要触及他的后颈皮肤这一刹那 石弓锥呼地脱手飞出 丁一声定入洞顶石壁中 大嘴绒下的慌忙后撤 没想到这混蛋外面 还有层保护膜呀 与此同时 突然看到山魅精倒挂在洞顶上 冷冷地瞅着 我们几个 我明白了 刚才是他做的收脚 大家伙此时全都看到了他 顿时脸色大变 其实要杀我们 根本不用死妖人动手 死娘们一个就足够了 并且还让我们一条胳膊一条腿 咒语对死娘们无效 怎么办 哥们头上冷汗都下来了 盯着死娘们一咬牙 通灵吧 他是由棺木生出的精气 与山潇这样的妖邪 还有所不同 应该能拉近 名途当下一闭眼睛 捏绝念咒 进入名途 发现黑雾中空荡荡的 死娘们没进来 可能是拉不进去 不由心里挥扑扑的 但哥们 就不信这个邪 睁眼退出名途 再次进去 就这么一静一出来了四五次 终于看到死娘们出现在黑雾缭绕之中 哥们心头一喜 看着眼前一身白衣 楚楚动人的娘们 心里怎么都不能 把她跟一只 妖邪画上等号 她此刻也像个温婉的小媳妇一样 眼神没了刚才那样冰冷无情 而是茫然地看着我 像一个迷途中的女子 令人心生联系 我们帮你就醒了主人 没必要赶尽杀绝吧 联系归联系 但说话哥们要按原则办事 对待敌人绝不能客气 这娘们悠悠叹口气 眼神中又变得一团哀怨 我本无形无相 是主人聚观修炼 让我出世 我原本没有善恶之心 只是一心要维护主人平安 可是他要杀人 我不得不从 你没有善恶之心 那你为什么引诱我们 接掉鬼王符后 还要让我们掉下深渊去送死 哥们冷冷说道 接不接鬼王符 洞内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乾坤倒转乃是子虚乌有之事 我和山霄是从来不敢进的 门外鬼王符 却是与主人头前的几张符 互通生起 以镇压主人苏醒的 我只不过骗你们接了符 没让你们挪动青铜顶 这不是我的错 这娘们利用了我们 竟然还无耻地表现出一脸的无辜 那你为什么要杀死我们两个同伴 我说的两个同伴 是指龙东和老三 这娘们缓缓摇头 他们不是我杀的 是主人下的手 再说 有一个没死 现在逃出去了 我一正 谁没死啊 不会是龙东吧 我冷哼一声 就算不是你杀的人 可是你帮凶作恶 一样该死 这样吧 你如果送我们出去 我就不杀你 这纯属欺骗三岁小孩的话 虽然把他拉进名图了 但他要杀我是易如反掌 我要杀他 那就是白日做梦 只要主人平安 我不会为难你们 这娘们似乎听到哥们出言恐吓 板起一张翘脸 看着挺吓人的 你大爷不开花的 你主人平安了 我们全要下地府喝茶 哥们才要发火 忽然想到 这娘们从来没有涉足过人事 所以心思单纯 心里只有保护主人这个念头 应该好糊弄 于是换上笑脸说 我也不想跟你主人作对 是他非要治 我们于死地不可 其实 我知道他有很多弱点 要杀他易如反掌 你说谎 他只不过有两个弱点 怎么会有很多 这娘们果然上钩 他就像一张仙尘不染的白纸 怎么能够跟狡诈的世人相比 我忍着笑说 念咒刺痛他的心是一种吧 还有天雷地火 三昧真火 灵火咒 哥们搬出道家一大堆法术 起头有火了 所以顺着带火种类的说下来 后面都不对 主人不怕火 他最怕鬼王 这娘们说到这儿 突然意识到说漏嘴 急忙闭口 他怕鬼王很正常 因为被这小子镇压了 但感觉这话后面还有内容 应该是怕鬼王手上的某件物品 是什么呢 第二百二十章 原本善良 这娘们说错话之后 察觉出我在挖坑 气呼呼地哼了一声 身子一闪就消失了 靠 走势比老鸡都利索 实在是太恐怖了 我睁开眼后 发现死妖人趴在地上 痛得捂着心口在呻吟 而死娘们 飞身扑向消影 被小滚刀用皮灯笼挡了一下 三气渡魂灯灭不了妖邪 但总之是一件威力奇大的道家法物 妖魅邪精 也不敢与之硬拼 死娘们随之又闪电般飞回 继续倒挂在洞顶上 眼珠发出一阵绿光 死死盯着皮灯笼 突然之间 皮灯笼呼得着火 熊熊燃烧起来 吓得小滚刀挥手丢出去 我这是顾不上对付他 而是心思电传 在寻找鬼王手上 还有什么东西 能够克制妖人 有道是擒贼先擒王 制住了死妖人 不愁死娘们不服软 不过鬼王服 看来是没作用了 死妖人自己说过不怕的 应该不是说谎 呼得想到 死妖人提到鬼王的烟袋 难道他怕烟气不成 现在紧急情况下 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于是跟谢琛要了一根香烟点上 死娘们本来又要动身出击 看到哥们嘴上 叼着一根冒烟的玩意 顿时脸色大变 我一看这情况 断定自己猜对了 死妖人害怕鬼王的烟袋 当下猛抽一口 一边吐出一股浓烟 一边飞步 朝死妖人冲过去 眼前寒光一闪 死娘们不知道 使出了什么手法 硬生生地将我整个人 卷到空中 头顶咚的一声 撞在洞顶上 痛得哥们一咧嘴 差点没把这根烟涂出去 好在牙齿紧紧咬着烟嘴 大嘴绒看出了点门道 捡起地上燃烧的皮灯笼 挥手一掷 从我后颈滑过去 迫使死娘们 往后闪身击退 我跟着又冬的一声 重重落在地上 他大爷的 这把老骨头 差点没摔散 我这痛得还没缓过境 大嘴绒不知道 哪根神经搭错 飞起一脚 将我踢飞出去 正好落在死妖人跟前 死娘们跟着出手时 大嘴绒和小滚刀 双双跳起来 一个捏绝念咒 一个抡起石弓锥 结果双双被踢到了北门内 原来大嘴绒这事 送我一程 趴在地上一抬头 刚好看到死妖人 大汗淋漓的一张惨白面孔 猛吸一口烟吐出去 这混蛋 灯石吓得整张脸都变形了 大叫一声往后退 可是烟气迅速扑到他脸上 跟着就响起一声惨叫 死妖人双手捂住脸孔 从石头上翻滚下来 痛得全身不住扭曲挣扎 似乎扑到脸上的 不是一口香烟 而是一瓶子硫酸 此刻死娘们大声叫道 住手 飞身朝我扑过来 这句应该我说的 你如果不住手 我继续要吹烟了 我这会儿就趴在死妖人的一侧 吹口烟一如反掌 死娘们一咬牙 翻身落在主人身边 紧张地问 你很痛吗 简直废话 他看起来痛得死去活来 我黑黑冷笑道 你带着你的主人赶紧回去吧 我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以后再也不来了 不过 你们再也不要踏出这里一步 忽然间 哥们眼前一黑 没想到 竟然被死娘们 拖进了通灵名图 这个需要说明一下 并不是他自己搭建的通灵名图 而是刚才 我们虽然都退出了 但这个名图还在我们俩之间 可保持两个时辰 如果他想进来 势必会拖着哥们一块进来的 只见他一张翘脸在黑雾中 非常阴沉 眼神内布满了恨意 只听他咬牙切齿说 主人本来经过锁魂磨炼 沉睡了很多年 却在八十年前 为鬼王用烟气制住 打散了他的功力 你这一下 又让主人再重新修炼百年才能复原 我恨你 你恨我 我认了 可是你有没想过 他如果杀死我们 又有多少人恨他呢 然后走出这里 会杀死更多人 又会产生多少恨呢 我盯着他 毫不畏惧地说道 死娘们一正 脸上表情随即缓和了很多 说起来 这个如同一张白纸的三昧经 并不是善恶不分 内心深处 其实善大于恶 只不过是为了维护主人 才会这么做的 我见他被说动 又跟着说道 他沉睡了几百年 已经不属于现在这个世界的人 就这样生活在洞府中 过着安详静靡的日子 不是很好吗 相信你也不想看到你的主人出去之后 到处杀人 让刚出生的孩子 就失去父母 让还在墙宝之中的婴儿夭折 遭到天下人痛恨 死娘们彻底沉默了 看来他不想 遭到所有人痛恨 过得肯定不快活 像他这种是主人为生命的女人 一定想要主人得到快乐 幸福 而不是遭到人神共愤的结果 我到此把手 你带他回那个洞穴继续安睡吧 我会在那个木头上 继续贴上鬼王符 你们永远不要出来了 我叹口气说 那 可否不要贴符 百年后苏醒 我会尽力劝主人 不要出动的 死娘们忽然表现出一副哀求的神色 他表现出委屈求全的姿态 反倒让哥们犯愁了 他目前有百分之一百二的能力 杀死我们几个 如果不同意 肯定会翻脸 而同意他的请求 百年之后 谁能保证死妖人会听他劝呢 我转了转眼珠说 外面人人抽烟 万一你的主人不听劝跑出去 杀不了人 反而受到伤害 回不到洞府继续沉睡修炼 被人杀了岂不可惜 哥们这番话前后矛盾 前面说出去杀人 后面说被人杀 也只有死娘们这样一根筋的玩意 听不出毛病来 死娘们脸色一暗 点点头 悠悠说道 其实我有时在想 就这么静静地 守着沉睡的主人 也是一种快乐 他沉睡之中 没有痛苦 一无烦恼 我心里很高兴 就如今天 他醒过来被你们伤害 我感到好伤心 好难过 我才又说话 他忽然闪身消失 走了 我不由松口气 盯着黑雾中他消失的地方 绝角着刚才的那番话 感触颇深 从字里行间 透露出他对主人的一片深情 守着一个沉睡的恋人 亦是一种幸福 突然间 哥们对这种魅惊心生一种好感 并不是所有的 鬼邪都是善恶不分 极尽其恶 也可以是一张 仙尘不染的白纸 原本是善良的 第221章 跟伟娘亲过嘴 当我退出名图时 萧颖跟我说 死娘们带着主人走了 大嘴戎和小滚刀 从北门里爬出来 两个小子摔得鼻青脸肿 狼狈不堪 但大嘴戎出来后 满脸扭泥的 要赶快出洞 我说 还要回去在洞口 把鬼王符重心贴好 虽然没有死妖人 头前扶阵相互通气 能镇压他 难以醒过来 但我估计 起码能够压住他 不能走出 那个棺材行动穴了 那根木桩 配上鬼王符 也是一种镇法 大嘴戎撇撇嘴 回头看看北门内说 那个死尾娘在里面 就是当时 看守他的那个家伙 刚才两个人碰头 让他感觉很尴尬 我一正 尴尬个毛线啊 你们俩又没什么 小滚刀这是笑道 大嘴巴 我好想你 快让我亲一下 我最喜欢亲你的大 闭嘴 你个王八蛋 大嘴戎慌忙 伸手捂住了他的嘴巴 脸上红得跟猴屁股似的 小滚刀说话时 捏着嗓子 明显在学死尾娘说话 我跟萧影对望一样 君都忍君不惊 扑斥笑出来 这一下真相大白 原来在地宫里 死尾娘亲过大嘴戎 我们几个回到北门内时 乌龙和死尾娘不见了踪影 看到地面上山霄的死尸 这玩意死后显出圆形 不过是只大的猩猩 肚子上有个血窟窿 露出半截白头鼠 看样子 是这小东西杀死他的 可是这小东西 也同归于尽 没了半点气息 我们不由对白头鼠 感到特别好奇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精灵 能克制古尸和山霄 小滚刀从山霄肚子里 拉出这只小东西尸体 用塑料袋装好 放进大嘴绒包里 回到最后一进院子 萧颖拿出鬼王符 一一按照原位贴好 返回到出口时 发现老三浑身是血 趴在南门外 一动不动 我们吃惊地跑过去 仔细一瞅 老三左臂没了 由于失血过多 爬到这里昏迷过去 小滚刀和萧颖 赶紧给他止血包扎 然后背起他一块 爬出洞口外 现在 已是中午时分了 外面阳光灿烂 我又沿着九宫镇的 顺序踩踏一遍 那块石头缓缓升起 将洞口堵住 严丝合缝 如果不知道内情 根本看不出 这里是一个山腹入口 下山时 在爱口发现了 一只不见踪影的刘二摩 昏迷在山石上人是不知 大嘴绒将他弄醒 这小子看到我们几个 吓得脸色煞白 往石头缝里不住缩身 一问之下才知道 他是和乌龙串通好了 故意等在附近 见我们上山 他绕道爬到山顶 再下来引我们带路 这样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乌龙不费吹灰之力 就找到了这个藏宝种地 小滚刀 一听就怒了 拔出刀子 要把这小杀掉 我们赶紧拦住 刘二摩捂着脑袋说 这是乌龙出钱 故他这么干的 再说 他也没做对不起我们的事 小滚刀这才消了火气 让这小子 从头跟我们说 原来乌龙来的第一天晚上 就到周边村子 寻找经常进山打猎的人 刚好在村口 遇到赌博输光前的刘二摩 一听对方 开价一万块 要找个山洞 于是忙不迭 接了这单生意 他们连夜进山 先选好了 要迷惑我们的洞穴 然后交代刘二摩 一大早等在镇子外 要他跟踪进山的一伙人 说清了是五男一女 设计好带路的计划 听到这儿 我想起今天早上 乌龙在二楼窗口 盯着标局老宅 说明早知道 谢称来到了这里 这小子思虑周密 竟然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 先将我们引到山里 昨晚就丢下一个空烟盒 引哥们上当 然后套出武夷山的秘密 他跟死尾娘转过头 又找到潜藏的刘二摩 守株待兔 等谢称靖山 这座山不叫小武夷山 而是叫袁靖山 以前风源如靖 因此得名 后来被雷暴劈成这模样 大家就叫靖子山 关于这座山有很多传说 白头鼠是其中之一 山肖出墨是一个 还有一个神秘的传闻 就是 这座山上有个神仙洞 老一辈人说 民国初期有人进去过 里面有四个门 只有进北门才不会死 并且说 遇到情况 钻进一口井 便能避过灾祸 大家都以为 这只不过是传说 都是当故事来听的 可是这次进去后 一看真有四个门 马上回过位 这个传说是真的 于是赶紧溜进北门去了 也不管是否遇到情况 首先从死人尸骨中 钻进这口井 攀在井绳上 一直等了很久 出来后 发觉大门被山肖撞坏 再不敢待在这儿 便急匆匆溜出去 正好到爱口这儿 碰到乌龙和死尾娘找过来 他止路之后 想要下山的 却被死尾娘下手打晕 醒过来就见到了我们 要说这小子就是好为了钱 倒也没害我们 便放过他一块下山 可是出了爱口 我们发愁了 带着一个昏迷不醒的老三 怎么带过这段狭窄的山道 刘二摩挠挠头说 其实还有一条山道能通山下 只不过是条盘山道 要多绕三分之二的时间 他们上山打猎的 一般为了节省时间 都不会选那条道 多费点时间无所谓 主要为了安全 何况我们现在都已经透支体力 走这种狭窄的山道 也是凶险重重 于是让刘二摩带路 从爱口回来 绕到山对面 找到一条阳长小道 在山上盘旋来回 绕得大家火头都晕了 天黑之前 终于到了山脚 返回到标局老宅后 小滚刀跟老爷子打了个电话 标局又派人 把老三接回标局 剩下的事 我们不用管了 今晚就在老宅里借宿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 屈原也醒了 哥们不放心 给他烧了一张静身符 调成符水喝下去 我们又返回到镜子山下面 没发现乌龙和死尾娘的踪迹 心想 他们俩肯定被关在里头 因为 他们没找到宝藏 怎么舍得出来呢 然后找到死妖人的棺材点 惹急了死娘们 他们就等着死去吧 小滚刀和谢铲 从里头带出的金银财宝 除了少数的几块金钉和银钉之外 有不少翡翠 玛脑 珍珠 以及极为精致的玉器 这都是古代珍品 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大嘴绒实货 说这两包东西 最少能值个板八十万的 第222章 大巴山 我和大嘴绒 小滚刀 萧尹四个人 在绝户寨 都不同程度受了点伤 这次又是伤上加伤 在镖局老宅养了七八天才恢复过来 死小妞 也足足睡了两天两夜才行 这期间 小滚刀老爷子 找到一个渠道 把他们从山里 带回的金银珠宝拿去卖了 出乎意料 卖了一百二十万的高价 要说这老爷子挺仗义 并没有因为自己损失了三个爱徒 多分点酬金 按照约定价百分之三十 拿走了四十万 剩余的彤彤交给屈原 这丫头从小到大没见过这么多钱 一时激动的 都不知道说啥好 非要拿这钱 大家伙平分了 因为他根本没出啥力气 这些钱是我们大家伙用命换回来的 所以一人一分 小滚刀这次倒是很大方 说他们家已经分了酬金 不再拿了 而大嘴容并不是贪财的人 死活不要 萧颖更不用提 他那看得上这点钱 我说你们俩要出国 就拿着这些钱到国外做点小生意 何况哥还有五十万呢 你们要是不够的话 我再分给你们点 屈原一正 你不陪我出国吗 看着这丫头一脸期待的神色 我心里有骨子冲动 很想说跟她去 可是转念一想 老爸老妈救我这么一个儿子 我出国 他们怎么办 再说 心里还牵挂着一个小乡 尽管不像以前对他那么执着 起码我们还是好朋友吧 在哥们心目中 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以及 墨西 只有三年寿命的烦恼 我心里也放不下 现在突然醒悟 人总是在为别人而活着 生活 就是江湖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这句话太对了 当我们想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 发觉总有这祸那的烦恼在阻挠着你 就像某个混蛋说的 跟一个女人脱光了 要上床的时候 突然来电话要你回去 结果急匆匆地办完事回来 那女的跟别人上床了 很多机会都会因某种原因而错过 错过就错过了 有时候必须要学会舍的 舍的 舍的 有舍才必有得 我苦笑摇头说 我不适合国外生活 你们去吧 祝福你们俩 屈原脸色一沉 什么话都没说 转头出去了 看得出很不高兴 谢琛冲我笑了笑 笑容里包含了感激 这小子 应该很喜欢屈原 没了哥们这杠子 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追了 第二天一大早 谢琛和屈原 悄悄离开广原镇 屈原给我留下一封信 其他什么都没说 只是提起我们 曾经在邯郸相处的那两天 有些细节我都忘了 他却还记得清清楚楚 最后写道 我走了 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回来 但我一直会在心里记着你 而你不用记着我 把我忘了吧 看了这封信 心里沉甸甸地 说不出的郁闷 其实我现在 也没弄清楚 我到底是不是真正喜欢他 就像当初我深爱小香的时候 他只需一句话 你愿意跟我走吗 哥们肯定不会拒绝 就算下地狱 也绝不会皱下眉头 可是屈原邀请我的时候 我心里居然在想着各种拒绝的理由 他大爷的 你说 我到底喜不喜欢他 谢琛和屈原走了 我们也不能一直赖在这儿 我们一商量 大嘴戎肯定要回家的 我跟萧颖没地去 现在没闯出啥名堂 回家感觉丢脸 所以决定 跟萧颖一块到大嘴戎家乡散散心去小滚刀 倒是想跟我们一块出去玩几天 可是标局一下损失了三个人 老三 也变成残疾不能做事 标局的担子 全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是不能离开了 我们仨坐上火车 一路南下去往四川 大嘴戎老家 在四川 陕西和湖北交界处 属于万元氏地界 大巴山内 可是他们早年 就迁出去了 一直住在川南接近湘西的地界 爷爷当年就是在这里学会的胆诗术 后来 这里因为地震 引发瘟疫 又迁回老家居住 老家这片山区 有些村子靠旅游致富 但也有深山中困苦的村民 像大嘴戎的村子 日子就不怎么好过 因为地处深山腹地 鸟不拉屎的地方 靠旅游指望不上 田地资源贫乏 以往连温饱都解决不了 现在还算好了 山里修了公路 种的果子能够运到外面 村民才解决了温饱问题 大嘴戎学赶尸这一行 那是因为 他从小很聪明 是个可造之才 爷爷就带他出去赶尸 并且经常出入古墓找粽子 后来十六岁上发生了一件事 全家五口人死去 只留下他一个 十六岁的毛孩子 还不能凭自己能力 去赶尸挣钱 只有在山里打猎虎口 那段时光过得 相当艰辛 后来年过二十 加上他这个人聪明 又自己研究出一些 赶尸的诀窍 可以不用陈州服 在湘西赶尸 并且能把僵尸连跨两省 赶到河南境内 这样过了六七年年 他挣到一些钱 但这小子心眼好 把大部分钱 都捐给了山里的小学 虽说近山现在有公路 可是回他的娘子坟村 却是崎岖南行的山道 尤其前天才下过大雨 连宋人的三轮车都进不去 只有徒步伸一脚浅一脚的 走了大半天 搞了一身的泥水 才到了村口 说起他这个村民娘子坟 是有点不吉利 不过 这是有典故的 传说以前有个城里的小娘子 误入此山 因为崴了脚 便住在村子里 这小娘子心灵手巧 通诗文善书画 在村子里教小孩子认字 教村妇做刺绣 深受村民喜爱 后来 他丈夫带兵找到这里 以为村里人拐骗自己的娘子 所以要屠戮全村父老 小娘子为了阻止丈夫暴行 以死明治 撞死在大树上 才使丈夫幡然醒悟 放过全村百姓 带着娘子尸体回去了 村子为了纪念 这位舍生取义的小娘子 在村后修了一座空坟 村子也改名叫做娘子坟 大嘴蓉一进村 立马围过来一群老少妇孺 虚寒问暖 看得出这小子在村里人缘不错 经常福威旧瓶 很受大家伙喜欢 大嘴蓉在车站买了很多糖果 现在散给孩子们 在一群孩子欢天喜地簇拥下 回到他的狗窝 这小子虽然有钱了 可是这狗窝并不起眼 怎么看比狗窝 还含酸三间石头房 顶上用的是茅草 门板也破旧不堪 有两三个大洞 打开门进去 我乐个叉叉 也不知道是很久没回来 还是以前就是这个位 太难闻了 又酸又臭 我跟萧银捂着鼻子就要退出来 大嘴蓉却脸上变色道 草塌爷爷的 招贼了 第223章 半夜鬼哭 大嘴蓉的这间狗窝 从外面看很不起眼 里面尽管气味有点臭 不过布置的还像样 因为他一个人总是东奔西跑 很少在家 所以没工夫重新修建房屋 而生活起居用品 都是从城里买的 像电磁炉 电冰箱 彩电 以及沙发等等 一应俱全 但屋子里显得挺凌乱 衣柜门洞开 满地都是衣服和杂物 显然是招贼了 这小子紧张地跑到床前 将床挪开一尺 从下面摸出一个油布包 打开一看 里面有本手抄本古书 这才松了口气 这是感识秘籍 这是爷爷留下来的 这玩意可是无价之宝 全屋子东西丢了他都不会心疼 唯独不能丢了这本书 萧颖帮着他收拾下屋子 他盘点一下 没丢啥东西 只不过放在柜子里的 一千多元现金不见了 像他那些黄符 石宫锥 墨斗馅 糯米等东西 全都往后地放在柜底 那些玩意是专业用品 别人偷了也没用 不过大嘴容最后还是发现 他爷爷还留给他的一张 百年风诗符没了 那是湘西正宗风诗符 并不是用黄纸做的 而是用一种极其罕见的滚喉 皮制成 水火不清 上面用斜写下皱纹 经过祭练后 据说制服僵尸很有奇效 大嘴容视为宝贝藏在柜子里 出门从来没带过 没想到这件宝贝竟然被偷 可把大嘴容气坏了 这小子气得 要到村里问问 是谁干的好事 我跟萧颖劝他先冷静下来 你出门问谁去啊 见人就问 那不是让人觉得 你怀疑人家 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虽然说娘子坟村处于深山里 如果招贼一定跑不了是村里人干的 但总得有个线索再出去查找 现在天基本上黑了 我们从山外饭馆带着现成的饭菜 只需用电磁炉热一下就能吃个热壶饭 大嘴容拉出一张小桌 我们仨坐在板凳上 打开一瓶白酒 累了一天喝点酒待会儿能睡个好觉 睡的地方倒不用发愁 他这三间房东头 隔出一间礼屋 大嘴容早就打算好当新房用的 可是一直没女人看上他 所以 我们俩男人住外面 萧颖住礼屋 大嘴容起初还为百年服生气 但喝了几杯后 脑子一迷糊 也就放下了 跟我开怀倡议 萧颖本来不怎么喝酒 为了使大嘴容开心起来 跟我们一块玩起酒令 结果三个人喝了三瓶半 全都高了 最后吃没吃饭 怎么躺下睡觉 全都忘了 睡到半夜 被一阵狂风呼啸声惊醒 山峰动静太大 刮得门板光当直响 并且这风从门洞刮进来 呜呜的鸣叫 比鬼哭还甚人我晃了晃脑袋 黑暗中发觉旁边的大嘴容动了一下 似乎也醒了 死小妞这是提的一声笑了 我脑袋虽然还在发孕 但知道 她为啥在笑 于是没好气说 男人跟男人一块 是有什么好笑的 你当年上学 就没跟姐妹钻过一个被窝 钻过 钻过 但我没跟男人钻过一个被窝 切 你现在还不是跟我在一个被窝里头啊 刚说完这句 就听萧颖在旁边迷迷糊糊的说 风好大 我乐个叉叉 瞬间浑身起了层鸡皮疙瘩 我们俩啥时候睡到一起的 都说酒能乱性 看来真是不假 我们没那个吧 想到这儿 慌忙伸手摸摸身上衣服 呃 裤子倒是穿着 上身却光着膀子 是完事后穿上裤子的 还是压根就没脱啊 死小妞又笑一声说 别想了 你们俩都喝成泥了 就算脱光 也不会发生任何情况 哥们顿时心里松口气 才要问死小妞 我是怎么爬到萧颖身边的 萧颖听到了我的呼吸声 低声鹤问 你是大嘴蓉 还是王林 我把被子一蒙头 王林 萧颖生气地说道 你为什么要睡在我跟前 说着把被子揭开 汗 我们俩居然还是盖着一张被子 然后萧颖熬一声尖叫 一脚把哥们从床上踹下去了 你个流氓 还脱光了我衣服 衣服不是你脱的 你们喝酒后浑身燥热 他自己脱得哈哈 死小妞乐地大笑起来 摔在地上 酒精醒了七八分 我苦着脸说 我没脱你衣服 我自己都醉得人是不行 怎么可能对你做出 刚说到这儿 忽然听到随风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 我心头一紧 立马闭住嘴巴 风高夜黑的山村内 出现女人哭声感觉很诡异 虽然不排除是那家小媳妇 跟丈夫半嘴在哭闹 但感觉这哭声听得太清楚了 让哥们心里有点发毛 再加上死小妞来了一句 好奇怪 听声音不像是人在哭 让哥们浑身毛发根根树立起来 萧颖在黑暗中 传出一阵嘻嘻嘻声 似乎在穿衣服 过了片刻眼前一亮 她打开手电筒 发觉我还趴在地上 首先白了我一眼 跟着说道 还在地上趴着干嘛 山风这么大 别着凉了 她一说才注意到风从门洞钻进来 吹在身上还真有些冷 慌忙从地上爬起来 看看四周情形是在里屋 大嘴容为自己婚事准备的 是一张席梦思大床 萧颖穿好了衣服盘腿坐着 露出一对白皙透明 犹如杨之鱼一样的小脚 在手电光下 显得特别诱人 萧颖见我盯着她的脚在看 急忙拉过被子盖住 一脸寒意地说 愣什么 还不赶快出去 我尴尬地一开视线 忙找个托词说 我琢磨这女人的哭声有问题 似乎是只鬼 不等我说完 萧颖嗷一声 整个人迅速钻进被窝内 你别吓唬我 快出去了 出去就出去 反正哥们也打算 继续跟你一块睡 走出去后 外间黑咕隆咚 不小心一脚踢到了凳子 乒乓大响 靠 大嘴蓉这小子 怎么睡得跟死猪似的 都不醒了 摸到电灯开关 摁了一下灯没亮 好像停电了 于是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摁亮手电筒 往对面床上一照 大嘴蓉居然不在 四周也看不到她影子 她半夜出门干什么 第224章 娘子坟 被窝里尚有温度 看来大嘴蓉出去不久 我走到门口拉了一下门板 发现从外面锁着 估计是怕门被风刮开 出去后从外面锁上了 我就站在这儿 把耳朵贴在门缝上 女人的哭声听得更加清晰了 哭声悠悦哀气 这个令人心酸啊 如果真是小两口吵架 不至于哭得这么悲痛 你在这儿干什么 萧颖站在里间门口问 大嘴蓉出去了 还在外面上了锁 我答非锁问 萧颖走出来问 她去干嘛了 出门的时候没说 我把脑袋收回来 想着 要不要出去看看 你怎么不问一下 萧颖秀眉微醋 她出去的时候 我们还在睡觉 说到这儿 忽然意识这句话太敏感了 我们刚才还真是在一块睡觉的 萧颖脸色一寒 这件事 以后不许再提起 也不许说给任何人听 哥们傻乎乎地点头 并且十分范儿地 又补充一句 连古墓里撒尿的事 打死也不会说的 萧颖脸上随即红了 瞪大一双眉目 显得非常生气 才要开口说什么 只听女人哭声 突然变成一声尖叫 随即隐没消失 萧颖眼神立刻由生气 转为惊恐 盯着门缝说 是不是杀人了 我还没来及回答 死小妞开口道 还是出去瞧瞧吧 我才大嘴容去找这只女鬼了 一听这话 于是用力把门往后一扯 这破门板上的 锁减之形同虚设 门鼻子一下 就给扯开了 顿时一股强劲有力的狂风涌进来 让我们俩不由自主 往后退了两三步 我回头从地上拎起背包 跑了出去 萧颖拿着手电跟出来 山村里的住户都没怨墙 出门就是山坡 此刻风势很大 我跟萧颖 差点立足不定 被风刮下坡去 我们俩手拉着手 才站定脚跟 仔细听了听 女人的哭声又响起来了 萧颖转头看向身后的大山 吃惊地说 似乎在山上 我点点头 拉着她绕到房屋后头 沿着一条崎岖小道 往山上爬去 山坡上长满了竹子 大嘴容跟我们说 他们这一带 竹林最多 遮天蔽日 被称为八山林 大风之中 高长的竹竿 相互摇曳撞击 发出各种怪异的响声 听起来诡异甚人 并且竹林如海 一眼望不到边际 让心底冒起一阵阵凉气 死小妞既然不开口 说明竹林里挺干净 我们俩一通狂奔 很快爬到了山头上 女人的哭声更加显得清晰 死小妞说 就在后山坡上不远了 我们短暂地喘了两口气 然后接着往山下跑 可是跑了一会儿 再次听到女人一声尖叫后 没了声息 我跟萧颖停下脚步 失去声音 也就找不到这女人在什么位置了 不过死小妞思索了一会说 按照声音方向和距离判断 在西南方不远处 最多不超过两百米 往西南跑了一百多米后 手电照到前方竹林中 有一座坟包特别醒目 萧颖惊一道 这不会是娘子坟吧 我感觉有点像 大嘴容说娘子坟就在后山 不过是座空坟 没啥好怕的 再说死小妞都没开口示警 我只是点下头 拉着她继续往前跑 等等 好像有只鬼 可是一闪即逝 我都辨认不清楚 死小妞满是疑惑地说 在哪儿 我伸手探进包里 这几天 哥们好好学了几手道家法术 已经能够灵活运用桃木剑了 刷的把桃木剑拔出来 心说 今儿哥们就拿小木剑 跟你个死玩一玩棘手 在坟头跟前 死小妞说 我们放缓脚步 往前走了十多米 发现前方奇异地起了一层浓雾 那座坟头在大雾中 显得若隐若现 最后消失在视线内 萧颖紧紧握住我的手掌 手心里满是冷汗 不怪她害怕 哥们现在心里 也是扑腾扑腾跳个不停 因为这屋出现太奇怪了 要不是这一段时间 经历了那么多邪事 肯定没胆子往前去 再怎么诡异 也不过是座空坟 比不上龙头山古墓 和鬼王一种可怕 我们几乎一步步 如履薄冰般地走过去 手电光在浓雾之中 根本起不到照明作用了 全靠死小妞指点道路 走了大概五十多米后 终于这座坟头 又出现在视线内了 但同时 手电照到了坟头旁边一只脚 他大爷的 差点没把我们吓死 萧颖顿时溜到了我背后 手电也脱手掉在地上 光珠正好对着了那只脚 清晰看到脚底板上满是泥污 肤色尽管挺白 但看着有血色 不像是死人的脚 哥们这才放心地虚口气 死小妞懊恼地说 这屋太离奇了 居然遮住我的视线 看不到这人面目 也看不到察觉不到 屋里是否有鬼 哥们撇撇嘴 心说你这是老毛病了 到关键时候掉链子 我跟他说 这是一个女人的脚 刚才发出哭声的 应该是她 这只脚尽管染满泥污 可是从瘦小的脚型上看 绝对是女人的 这我看出来了 她还活着 走过去看看 死小妞说 我壮着胆子 从地上捡起手电 往前走了两步 一个躺在地上的女人 全貌从浓雾中显露出来 披头散发遮住了面孔 全身穿着脏兮兮 打满补丁的花衣服 双手抱头 赤着双脚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不过从微微起伏的胸腹上看 的确还活着 这个女人 估计是娘子坟村里的 为什么大半夜 跑到后山又哭又叫的 这时 萧颖在我身后扯了扯 从后面伸出手指了指 我转头一看 坟前竖着一块石碑 上面刻着娘子坟 三个大字 果然是娘子坟 坟包还用水泥着面 造成一个浑渊的形状 显然是遭到多年风雨侵蚀 很多地方水泥剥落 露出里面坟土 生长着几根长草 真的有鬼 死小妞吃惊地叫了一句 跟着说道 她溜走了 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 让我感觉心惊肉跳 我转过身 拿手电朝四周照了照 突然发现 在女人西侧浓雾中 露出一只大手 因为这几根本肺 没有一只大手 这一部分 我们就能担心 用筹 也可以 能担心